突如其来的一场怪病,让女孩在二十二岁的花季香消玉允,再次睁眼时,她竟重生成了公爵家人人厌弃的丑女,怎么回事,我不是死了吗,这是我的手,怎么这么胖,面对前来照顾自己的女仆,她诚惶诚恐地拘了一躬,女仆大惊失色,浑身颤抖着跪地求饶,小姐,我错了,求你饶了我吧,女孩感到莫名其妙,看到水中倒影的又胖又蠢的自己, 她大惊失色,圆主的记忆在脑海中不断涌现,这让她头痛欲裂,圆主是公爵家的长女,她的父母与兄弟姐妹都是万众瞩目,如明星般璀璨的人物,只有圆主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孩子,与这个耀眼的家庭是那么格格不入,所有人都在拿她与自己那美丽又善良的妹妹做比较,他们两个站在一起,那简直就是云泥之别,无尽的流言与谩骂,让圆主的普通, 都成了一种罪大恶气,坏人的恶语相向,让她的内心逐渐病态,最终她失去了理智,开始暴力暴食,逐渐堕落,连她的家人都渐渐对她不理不睬,在妹妹与皇太子举行订婚仪式那天, 圆主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打了妹妹的脸,顶着亵渎皇室的罪名,她被流放在外,最终服毒自杀, 费尔,现在是哪一年?啊,是太阳离392年,小姐 啊,不是397年吗?是392年,哪里不对吗? 所以,我刚刚看到的是圆主五年后惨死的未来,五年后我会惨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来不及多想,管家就带来了口信,圆主的父亲,亚特兰特公爵,召见他,这种时候叫他过去,是要干什么? 昨天,你又是苦惑,听说爱琳的胳膊想要痊愈,怎么得一个月才行? 直到父亲一脸怒容的数落自己,他才想起来,圆主昨天过生日,可是大家都围着那个完美的妹妹转, 圆主一气之下,就把妹妹推到了花瓶上,话说这家伙,把妹妹的胳膊弄折了,居然一句话都没有,就回房间了,真是无药可救 在爱琳的胳膊痊愈之前,就再别管禁足反省吧 知道了,父亲,仔细想想,这个亚特兰特公爵,他从没有关心过圆主,甚至没有教过圆主何为善恶对错 这样的婚女关系,绝对不正常,他向着父亲发出了质问 为什么,您都不问问我原因呢,虽然我令您失望,但我也是您的女儿呀 这是废物女儿,第一次向父亲表露心声,然后,她坦然地离开了父亲的书房,准备接受自己的禁足 正在这时,被圆主弄伤的妹妹,听说她要禁足,竟然敢到了这里关心她 面对这个善良的女孩,她决定做的第一件事,是代替圆主,向她道歉 想不到妹妹听了她的道歉,竟然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一般跑开了 唯有旁边的老管家,透露了欣慰的笑容,她就这么一脸懵逼地来到了禁足的别馆 呃,你和我说,这是禁足的地方? 万恶的资本主义,正在她享受着自由的独居生活时,二哥凯乐特却找了上来 质问她是不是又欺负妹妹了,虽说以圆主的所作所为,会被这么质疑是理所应当的 但这次,老娘可是好好的和她道歉了呀,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听到道歉却哭了而已 二哥显然不相信这种话,不过没关系,您爱信不信 反正以她对自己的印象,自己说什么都没意义,那还不如省省力气 啊,对了,顺便再提醒她一件事吧,眼前的自己也是她妹妹啊 那么接下来,关于未来,是时候早做打算了 虽然自己已经代替了圆主,但圆主之前的嚣张跋扈,已经给人留下了固有印象 还是准备离开这里比较好吧 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要拥有一技之长 幸运的是,借取身体,拥有掌握灵力的力量 在原本的剧情中,圆主之后会靠这个能力,进入首都的名牌学院 那若是现在,就开始觉醒力量呢 好清爽的感觉,实在太神奇了 这是什么感觉,好热,好难闻,我要洗澡 贝尔 小姐,你架好了吗,请问有什么 小姐,你没事吧,我准备去叫医生 没事贝尔,帮我去准备洗澡水 小姐,您的身体 据说拥有能力的人,可以通过呼吸排出身体内的污秽 难道说 女孩重生变成公爵家的肥胖丑女 觉醒精灵神力后,竟然摇身一变 成了身姿窈窕的美女 天哪,抛开事实不谈 这种减肥方法是真实存在的吗 小姐变漂亮的消息,很快流传开来 自那以后,她每天坚持锻炼 饮食也以蔬菜为主 时不时还会向仆人们道谢 直接从一个嚣张跋扈的刁蛮小姐 变成了端庄优雅的善良可人 西维亚小姐现在真的变得又漂亮又温柔 怎么,开什么玩笑 人的性格怎么能说变就变 况且呢,还是西维亚小姐 如果是真的,我就倒立吃熬里给 你一定会后悔说出这句话 魔力呼吸法真的很神奇 她现在行动方便,皮肤也变好了 但是她现在还无法召唤精灵 不过按照这个速度来看 这个目标应该也会很快就能达成 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就是她无论再怎么努力 五年后,她也只是终极精灵使者 虽然已经很厉害了 但还是有些可惜啊 就没有那种快速变强的方法吗 啊,对了 四年后,会有一个震撼世界的重大发现 那是一种可以让魔力迅速聚集的神奇药草 西格拉姆草 本来这种草只是随处可见的药草 但是将晒干后的它与其他药草一起焚烧的话 就能成为加速魔力聚集的灵丹妙药 四年后,这个东西会变得极其稀有 趁现在还没有普及 我要赶紧采买一些回来 这件事情比较当景 所以即便人处在禁足中 它还是让侍女准备好马车出发了 上辈子一直在生病没有逛过街 这次一定要好好体验一把有钱人的快乐 原来坐马车这么折腾人的吗 这些贵族到底是怎么能做到 在马车上还能那么举止优雅的 这就是生夜街 好棒啊 心情一下子舒畅了 事不宜迟,赶紧去买草药吧 仔细想想 这具身体已经很久没能试穿过衣服了 胖成这样一直都只能定做 那么果然还是先买衣服好了 小姐的身材很好 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 已经有多久没能听到这样的夸赞了 原主甚至一次都没听到过 今天一定要把过去欠缺的全部都补回来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她发自内心笑了出来 好,今天就多买点吧 贝尔,你也来挑吧 什么,我也要选啊 只有我一个人买东西,太没意思了 但是,小姐 把我刚才挑选的全部包起来吧 全,全部吗 小姐,你没必要给我买衣服 没关系,我也不差那点钱 费尔作为贴身女仆 照顾了自己这么久 不送她点什么也实在过意不去啊 剩下的钱就当小费吧 那么,接下来要不要再去吃点 嗯,爱玲 还有那天宴会上的那帮人 我还是在被发现前 快点 你想把这个送给西维亚小姐 是啊,我感觉这个很适合姐姐 送给我 哇,好漂亮的发夹 是吗 但我觉得您不用特意给西维亚小姐送礼物 这不就是在猪脖子上戴珍珠项链吗 此话一出 顿时就引得哄堂大笑 竟然在我亲妹妹面前说这种话 她们是不是疯了 你们现在是在侮辱我姐姐吗 你们是在侮辱我姐姐吗 被我虐待千百遍的妹妹 竟然为了维护我跟人吵架了 天哪 上帝是看我单身了22年 所以特地给我分配了个妹妹吗 忍不了了 没看到我妹妹都快被你气哭了吗 贝儿,你先帮我拿着 你是谁 就凭你 姐姐 刚刚还微风发面的骑士先生 此刻已贪软在地 磕头求饶 人群也议论起来 才几日不见 西维亚怎么就减肥成功了 艾琳 你可以帮我戴上吗 我很喜欢 好看吗 嗯,很适合你 这个天使一样的女孩 怎么就有人印下心肠来欺负她呢 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不会饶过你的 你应该向我道歉吧 一巴蒂被她流露出的气势所震慑 支支吾吾的道几歉来 人群再次哄唤大笑 会以道歉 这可真是生平警戒啊 你还不满意吗 我只是一时口误啊 不 你忘了最重要的一点 你当着我妹妹的面诋毁了她的家人 你侮辱了我不说 还惹怒了我的妹妹 对不起 是我口误了 很抱歉艾琳 让你为难了 这个就当做我的回礼吧 刚刚真的好危险啊 贝尔吓坏了 一路上都在劝她 务必找一个护卫骑士 想到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完全觉醒 她愉快地接受了建议 但亚特兰特家族的全部pass 反正钱和时间都很充裕 不如就委托情报公会吧 我就坐等大娱乐网 你这放肆的家伙 在远处 几个混混正围着一个 淫弱的美少年拳打脚踢 尽管处于绝对的弱势 美少年却一声不吭 只是瞪大了眼睛 死死地盯住施暴者 围观的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小姐 你不会是这样 不行啊 只要将魔力覆盖全身 强化身体 就能轻松对她 喂 你们 这是在做什么 看了还不知道吗 我们正在教训她 为什么 这不关你的 我就是看不惯她那副 狂妄的样子 所以只是因为不爽 真是恶心 我不太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 看到这个女孩仅凭一招 就KO了他们的老大 若果们吓得一风而散 喂 你没事吧 等等 这是太 太多 我没事 不用你费心 哎呀 真是难得一见的美少年 伤口和灰尘都遮掩不了她的帅气 但美貌 只不过是她最不值得提及的优点 不久后 她就会感现惊人的天赋 成为皇太子的护卫骑士 但现在 这还是块普遇呢 撿到宝了 你是谁 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她也太瘦了吧 现在是营养不良 记忆里她可是接近两名呢 难道是那帮混蛋派你来的吗 还有五年 从现在开始好好照顾 每年也得长个八厘米才行 喂 你在无视我吗 我不叫喂 我叫 哼 熊孩子脾气真大 跟野猫一样 咦 这么一看确实挺像的 瞳孔也是好看的金色 现在体格娇小 叫猫咪也不为过呀 很好 我决定了 你要不要跟着我 你现在是想绑架我 我想雇佣你 正式介绍一下 我叫西维亚 亚特兰特 我的身份 不用再过多说明了吧 那个脾气坏坏 身材肥胖的丑八怪小姐 我知道了 请把我带走吧 花美男为了 报答女孩的救命之恩 竟然提出 要和她做那方面的事 女孩禁不住 羞红了脸 那方面的事 你不是说自己只会做体力活吗 难道这就是富婆的快乐 她把泰伯救下后 就马不停蹄地拉着她去草药店 泰伯拿到药后 呆愣了几秒 开始左顾右盼 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难道是在找镜子吗 费尔 去买个镜子 如果是因为我 那就大可不必了 我自己可以 给我吧 女孩一把抢过她紧握的药瓶 颤抖着手帮她涂药 抹完了还不忘帮她顺顺毛 不要把我当成小孩子 店长 这里有希格拉姆草吗 帮我包起来 全部 看到这个破旧的马车 泰伯不禁怀疑起女孩的身份来 这真的是贵族 而不是人口贩子吗 小姐 我们到了 可眼前这座富丽堂皇的城堡 这些城堂城堂的蒲臭 无不再提醒泰伯 女孩所言非虚 看着泰伯可爱的反应 她会心一笑 跟我第一次来别馆的反应一样呢 先去把自己洗干净吧 然后我们再来 一阵激烈的长鸣声 在空旷的大殿上响起 泰伯羞的满脸通红 竟然都是我的人了 就不必害羞 先吃饭吧 对对对 给你准备了一大桌美食 让你吃到撑 目标是猫咪的升级版 啊 不对 是升级版泰伯 哇 泰伯盯着摆满餐桌的美食 傻掉了 一会捏捏脸 一会揉揉眼睛 小心翼翼的模样 像是怕戳破幸福的幻影 她收留了落魄不堪的我 还用那样温暖的眼神看着我 简直像天使一样耀眼 泰伯甩了甩头 想把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清空 不管她的目的是什么 这唯一一个帮助了我的人 我绝对会誓死效忠 泰伯有在好好吃饭吗 已经吃光石盘了 有一种要把宅地里的食物 都吃光的架势呢 很好 多吃点才能快快长大 唉 她今天的心情格外舒畅 在僵醒墨醒间爬起来 准备去找泰伯 可还没出门呢 女仆就来告状了 泰伯从半夜开始 就一直在走廊里站着 谁劝也不听 下人们已经开始纷纷议论了 泰伯 你在这里做什么 看来是我猜错了 只要是体力活 我都能做 那方面也 看着扭捏的泰伯 女孩愣住了 他在说什么 那方面是哪方面啊 可转瞬间 他羞红了脸 他想起了一些 上流社会中的传闻 据说贵族中 有些人为了做那方面的事 会精心挑选出漂亮的男孩子 这家伙是疯了吧 他到底脑补了些什么 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总之 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本就是女像的泰伯 此刻差点变成了蒸汽机 话说回来 你有没有涂药 看着低头不语的泰伯 他有点恨铁不成钢 拉起他的手就往房间里拽 你要做什么 你说呢 当然是为了涂药啊 这种地方也不能落下 要仔细的涂抹 怎么样 是不是好多了 这个女人 到底涂我什么呢 你看我干嘛 就是想问你 什么时候吃早餐 我是捡回来的是只橘猫吧 两米长的大橘 还好我是个富二代 一阵敲门声 打断了室内的乙女 久违蒙面的老管家 捎来了父亲的口信 她的父亲又要召见她了 女孩不过是减了个肥 全家人的态度 竟然就180度大反转了 先是父亲把她叫到书房 解了禁足 后有二哥 主动开口邀她散步 难道这个家族 就是如此肤浅 只懂得以貌取人 还是挖好了什么陷阱 正等着自己跳呢 可对上妹妹期待的眼神 她终究是不忍拒绝 只要能看到那温暖的笑容 就算受点伤 又怎么样呢 哇 姐姐快看 这里有好多蝴蝶啊 妹妹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调皮的蝴蝶围着她打转 银铃般的笑声在耳边回响 虽然很美 但她只觉得头皮发麻 那些蝴蝶都有剧毒 只要粘上就会皮肤搔痒 园主为了在妹妹面前逞能 去抓蝴蝶 结果染上了毒 整整一个多星期 把自己挠得浑身是血 吃进了苦头 所以这一次 她一定要离得远远的 绝对不往前凑 至于妹妹 她那么善良 一定不会主动抓蝴蝶的 可没想到 这个二哥竟然这么善于作死 看着妹妹一脸好奇的盯着蝴蝶看 她已经动手去抓了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 就在那只手要碰到蝴蝶的那一刻 她出声制止了 大声告诫她那愚蠢的二哥 蝴蝶有毒 二哥的手倒是顿住了 脸却阴沉下来 这是不相信她吗 哎 算了 随她去吧 反正受苦的又不是自己 哦 幸好我还没有碰到那只蝴蝶 这是怎么回事 那个厌弃她的二哥 竟然会相信她的话 还会满脸真挚的向她道谢 难道她也重生了 要不要问出那句经典暗号 即便偶不便 时间就在两人的沉默中焦灼着 妹妹满脸担忧的跑了过来 围着两个人转了一圈又一圈 再三确认她们是真的没事 才放下心来 有西维亚姐姐在真是太好了 妹妹的胸针反射着耀眼的阳光 刺得她快睁不开眼了 她顺从地闭上了眼睛 眯成了微笑的模样 第一次跟她们散步 感觉还不错 可惜 美好的东西就是这么短暂 转眼间 两个人都有事走了 走什么 闲人竟是我自己 她个人一个鲤鱼打挺 翻身做起 还没研究西格拉姆草呢 有了这个东西 就能快速觉醒 现在终于能召唤精灵了吗 可还没等她开始动作 女仆就急冲冲的跑来告诉她 公爵派人来接她回本馆了 哼 当老娘是皮球啊 你说往哪踢就往哪踢 不回去 贝尔来帮忙 西格拉姆草的功效 是四年后才广为人知的 现在公开 然后垄断这个行业的话 就能解决资金问题 但她并不打算抢走别人的功绩 那就得想其他办法 自施其力才行 可她现在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难题 竟然是自己的女仆 贝尔竟然黑化了 早知贝尔有这样的至暗时刻 她还找什么护卫骑士啊 看看桌边的小猫咪 都被吓成什么样子了 而事件的起因 不过是小猫咪忘了对她说敬语 看到他们都这么有活力 就放心了 要是能一直这样安稳的过日子就好了 可小猫咪显然不这么想 她一边扎巴着嘴里的草莓 一边又问出了个经典问题 你 你为什么倒回来 想不想做我的护卫骑士 小猫咪害羞的涨红了脸 大声质问她为什么选择自己 她神秘一笑 只说是女人的直觉 小猫咪回想起了童年挥舞着木剑 玩闹的无忧时光 含笑同意了 我会努力的 她满意地盯着这只懵懂的小猫咪 那目光就像是在看家里要出篮的猪 颠仰着一会儿送去屠宰场 能卖出个什么价钱 这个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傻孩子 竟然还在那兴奋呢 约瑟青 这个满脸凶相的男人 真的会收这只小猫咪为徒吗 这个男人嚣张地说 我就站在这儿不动 只要能在我身上划一刀 就算你赢 下一秒 他就破相了 不过小猫咪也没好到哪儿去 拼尽全力赐下最后一剑 就倒地不起了 男人乐呵呵地扛起受伤的小猫 转身就走了 背影进莫名的和谐 已经走得很远了 女孩似乎还能听到她的喵喃 我吧 所以这件事情就这么轻松地解决了 到目前为止 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他不但变苗头了 还找到了最强的护卫骑士 那剩下的问题 就是资金和贵族身份 他现有的钱 都是属于亚特兰特家族的 管家盯得紧 也不能把珠宝偷偷拿去卖掉 可四年后 公爵就会没收他的全部财产 必须得准备个小金库才行 怎么样才能赚到钱呢 他正愣地盯着窗户 感到了偷偷的危险正在逼近 突然一阵风吹来 掀起窗帘 阳光照在书上 这就是天狱吗 掌握了台风密码的他 迅速地切换地图 找上了管家 我可以去本管的书房吗 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 没想到管家竟然爽快地同意了 走进书房 他就一头扎进了书海里 桌上的书翻得都有半米高了 为了不辜负自己过目不忘的本领 他决定把这里的书翻个遍 就在这时就在书架的深处 他找到了致富金 制造磨金石吗 他最擅长了 大部分学生制造的磨金石 只有杀力大小 他嘛拳头这么大应该没问题 就在他打算杀回去大干一场的时候 门被推开了 妹妹走了进来 样子有些愁愁不安 虚 虚威亚姐姐 你怎么笨手笨脚的 看着害羞的妹妹 她心满意足地蹲笑 捡起书来 这一剪 竟让她窥探到了妹妹的秘密 原来是在准备学院的入学考试啊 是 是的 爱琳是以最小的年纪通过考试的 所以当初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可她为什么一副不安的模样 唉 这个傻妹妹 一定是因为入学的事 害怕自己太敏感 才这样小心翼翼的吧 毕竟 园主可是众所周知的废物啊 本以为两人的关系已经缓和了不少 没想到她还是这么怕自己 她伸出手来 妹妹色缩了一下 眼里充满了惊恐 却定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她的手鼓上了妹妹的头 一下又一下 这个像小鹿一样纯真的妹妹 要加油哦 嗯 我会努力的 中央学院门槛极高 想考入那里难如灯天 但对于亚特兰特家族的人来说 不过是小菜一碟 当然 园主不能涵盖在内 作为唯一的例外 当时的她一定很痛苦吧 虽然后来成为精灵使者 顺利进入了学院 但最终却因恶习难改 而被开除了 希望过后的绝望 想想就让人心疼 西维亚未尽的梦想 就由我来继承吧 太薄 小猫咪的脸就像调色盘一样 轻轻子子的 她都快看不清皮肤的底色了 走起路来 也摇摇晃晃的 身体都没养好 就这么匆忙的来找她 是有什么要紧的事 对不起 我输了 男孩的道歉很真诚 但有这个必要吗 约瑟青都承认自己输了啊 虽然 她默默地放下了一片海 我不会再输给任何人了 我发誓 小猫咪金色的瞳孔里 沉满了震惊的她 那坚定的眼神 像是要把这份誓言 牢牢刻在灵魂里 无加油子 出城掌啊 好 我相信你 得到了她的回应 小猫咪头也不回地 赶回训练场去了 临门骑士团现在也这么久吗 那走后门的她 会不会被人欺负啊 难道她身上的瘀青 就是被人揍的 身材消瘦的泰伯 被一群飙型大汉围在中央 难道她又要被揍了吗 可上一秒还神色阴郁的男人 下一秒就阴阴阴地抱大腿了 这是她不投逼就能看的画面吗 泰伯拿起一把剑 羞羞羞地有动起来 人群顿时就沸腾了 纷纷吹起了彩虹屁 这哪是兽气虫啊 明明就是团宠 是啊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猫猫呢 真是白担心了 还是操心操心自己吧 她观详着手中的磨金石 虽然没有拳头大 但这种大小 应该也能卖个好价钱 未免夜长梦多 她快速乔装打扮 偷偷溜了出来 气还没喘顺呢 望着懦大的街道 她犯起了愁 人身地不熟的 鬼知道魔法商店在哪啊 一阵清脆的铜声 打断了她的思绪 买朵花吧 她走过去 向小女孩买了一束花 递过去一枚银币 小女孩吓坏了 连声问她是不是给错了 没给错 能带我去魔法商店吗 啊 没问题 请跟我来 她随着小女孩的脚步 来到了一家装修的 很豪华的店铺前 光看外观的话还不错 可进去后才发现 店主是个 以貌取人的黑心商人 见她穿着朴素 就对她恶语相向 哼 怎么就是些穷鬼 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 大家请看 她抓起一个魔法道具 收纵魔法后 那颗金银剔透的魔金石 显露出了原本的样子 围观群众都震怒了 竟敢这样一次冲好 诶骗她们的洗汗钱 一时间人声鼎沸 房盖都快被她们掀开了 哼 活该 小女孩听到了屋里的闹剧 诚惶惶惶惶的向她道了歉 作为补偿 又给她推进了一家秘密小店 一进门 她就知道来对地方了 这里的魔法道具上 镶嵌的都是魔石 魔石是天然形成的 比起人造的魔金石 灵力要纯粹的多 当然价格也相差了十倍 欢迎光临 她把袋子放进柜台上 请老板雇驾 看老板细细的玩着 自己辛苦炼制的魔金石 她暗暗叹息 这要是包魔石可就发了 很快 她就尝到了美梦成真的快乐 这不是魔石吗 没空感叹自己能力逆天 她兴奋的跟老板杀起价来 最终由十个金币成功杀到了十二个 就在她喜滋滋的准备接过十二个金币时 老板又扔出一枚重磅炸弹 是每块十二枚金币 发大财喽 拿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她马上开启了买买买模式 女仆都被她的嚎吓傻了 看着这个呆头呆脑的小甜心 她勾了勾手指叫她过来 小姐 这是 女仆先是脸色飞红 随即不知想起了什么 眼泪在眼眶中打起了转 谢谢您 我会珍藏一辈子的 看到她这么高兴 真是太好了 希望泰伯也能跟她一样 小猫咪盯着眼前的盒子 不敢伸手去接 显然她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起哄的人渐渐围了起来 就连后脸皮的她 都有点撑不住了 东西有点沉 你能接一下吗 好的 泰伯犹豫地打开了盒子 一瓶疗伤肾药 静静躺在河底 女孩又递上了一捧花 要她摆在床头 她不发一言 静默地转过身去 女孩琢磨不透她的心思 难道是不喜欢花 谢谢 谢谢您 这一开口就是老傲娇了 竟然会有这种反应 真可爱 姐姐 妹妹笑得暖融融地向她奔来了 喜气洋洋地邀请她 参加皇太子的生日舞会 化着浓妆 穿着紧身礼服 还得挂上虚伪的笑 跟兽型有什么区别 这样的舞会非得参加吗 那个心疼未婚妻的皇太子 会不会把她撕成碎片了 女孩画下魔法阵 开始召唤精灵了 本想单抽试试水 但没想到金光闪耀 竟然直接毕业了 我是精灵王希尔皮德 女孩暂时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今天早上 她从噩梦中惊醒后 意外感知到自己 飞成魔盒了 每天点着西格拉姆草修炼 她都快被咽入味了 这么多天的辛苦 总算没有白费 那么 事不宜迟 她打算先召唤个精灵 练练手 风之精灵可攻可守 特别适合侦察 正是她需要的 虽然也掩馋高级精灵 但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她还是决定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慢慢来 这次 就先召唤原主 曾经契约过的 低级风之精灵 希尔普 可不知为什么 这次的过程显得格外艰辛 魔力都快耗尽了 希尔普还是没出来 女孩只能咬牙坚持 强迫自己集中精力 就在女孩历劫之际 魔法院中央闪过一阵耀眼的金光 她的耳畔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你召唤的我吗 听完她的自我介绍 女孩震惊之余 只想把她塞回去 这样的存在实在是太热眼了 精灵王可是传说中的存在 从未有人成功召唤出来 而现在 精灵王不但被她召唤出来了 还在催自己赶快跟她签订契约 这是什么情况 正好最近比较无聊 就免为其难跟你签订契约好了 女孩不想强人所难 果断地拒绝了 可这善解人意的回答 却惹恼了精灵王 她威胁起了女孩 甚至还扬言不签订契约的话 就让她的家族从地图上消失 这似曾相识的霸总话术 是年底冲KPI疯了不成 虽然她疯了 但自己可不傻 想留下 做梦 双方各执一词 僵持不下之际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贝尔来找她了 等一下 先别进来 她缓缓不安地 拜托精灵王隐身藏起来 可没想到 刚才还风光际月的精灵王 此刻却笑得一点阴险 又来威胁她了 不签订契约的话 我就跑出去招告天下 是你召唤了精灵王 把这个心理年龄 绝对不超过三岁的男人 砸倒在地 寒泪签下了契约 下达的第一个命令 就是让这个糟心的玩意儿 赶快滚回精灵界 刚收拾好这个麻烦 忧心忡忡的贝尔就闯了进来 她在门外听到房内传出奇怪的声响 还以为是小姐出了事儿 再三确认小姐的确平安无事 她才安下心来 啊 你没事就好 但是 现在开始就不一定了 热闹的舞会被管家的通报打断了 亚特兰特家族的人到了 短暂的寄信后 舞会上隐满了讥笑声 两个高贵的天使和一只肥猪 这样的场面可不能错过 女孩一亮相就惊艳了全场 众人惊得下巴都快掉了 现场再次嘈杂起来 只不过这次全是赞美之词 每个人的目光都焦灼在她身上 她害羞的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她偷偷摸摸的溜到了二哥背后 让她做自己的肉盾 说起来 这个二哥今天也很奇怪 见到她 不但没有出言讥讽 还在妹妹吹她的彩虹屁时 出声复合 姐姐的光芒都盖过外面的月亮了 对吧 哥哥 比以前强多了 这都是贝尔的功劳 今天早上 贝尔集结了一个女仆团 把她从里到外 甚至每根头发丝 都重新收拾了一遍 扬言必须要让她在今天的派对上 光彩夺目 虽然很麻烦 但现在看来 这个目的是达成了呢 不过这样的氛围 真的让人很窒息 每个人都想跟她搭讪 女孩寻了个间隙 逃到了阳台上 正撕瞅着 皇太子来了以后 露个脸就撤退 花园里传来了几个男人的议论声 她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可想再去戏听时 却又听不清楚了 不是她好奇心重 是那三个人中 有一个特殊的人 擦得初恋男友 扎前任上一秒 还在吹嘘自己PUA手段之高明 下一秒就折了 摔了个狗肯尼 躺在地上嗷嗷直叫 抱歉 手滑了 不是说好只让她摔一跤吗 女孩大为观火地盯着精灵王 却见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透明 最终光解了 可她的声音还回荡在空气中 收工 加点 这个不服管的混蛋 只会惹麻烦 女孩经不住开始怀疑 找上她就是个错误 就在刚刚 她已在栏杆上摸鱼 听到楼下有几个人在议认她 但距离太远 听得不争切 她按捺不住自己的求知欲 召唤出了精灵王 帮她窃听秘密 死肥猪跟我告白的事 你还记得吧 内容侮辱性极强就不提了 这个声音分外耳熟 这不是她的扎前刃吗 比原主大了整整十岁 靠着花言巧语 轻易地蛊惑了缺爱的十二岁少女 那段充满甜蜜的回忆 却只在她口中变得如此不堪 可还没等到她发作呢 身边那个儒雅随和的精灵王 就帮不住了 竟然口吐优美的中国话 老子又撕了那狗逼的嘴 她摆出炸雕宝的架势 才摁住了这个风批王 苦口婆心地劝她 气恶扬善 做个好王 眼看着楼下的三人组 都要散了 精灵王答应她 只是掠师小丑 让她摔一跤 出出丑就算了 结果 这确实也是摔一跤啊 趁着没人发现 赶紧逃吧 但Flag是不是立早了 那边好像坐着一个人呢 浴室不慌 举止优雅 女孩深吸一口气 再吸一口气 还是淡定不下来 虽说两人间的距离极远 精灵王又处于隐身状态 但她就是直觉 那个人看到了什么 果不其然 那个面目不清的男人 冲她招了招手 嘴角还挂上了一抹邪笑 她吓得顿时就想着 遁地逃走 但这碍事的裙子 却让她只能像 受气的小媳妇似的 一路小跑回去 一进宴会大厅 她就把自己裹进窗帘里 躲避着众人的目光 虽然很累 但刚刚那个邪性的男人 却让她丝毫不敢大意 宴会上人声鼎沸 吵得她一个头两个大 正想找个安静的地方避避 今晚的男主角 黄太子登场了 场面既静下来 她的心也终于静下来了 只要看完黄太子跳舞 就可以回家了 但像她这样想的显然不多 随着黄太子的到来 室温都上升了三度 女孩们个个羞红了脸 贡献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光和热 看着这群名门小姐扭捏作态 就为了博得黄太子一个青睐 她禁不住在心里暗爽 哼 不管你们再怎么弄 黄太子也只属于我的妹妹 在原主的记忆 黄太子选择的伴舞就是爱玲 而这也成了他们订婚的契机 可这一次黄太子穿越人海 竟然冲着她走了过来 能请你跟我跳一支舞吗 妹妹的未婚夫 竟然邀请我跳定情之舞 她震惊之余只剩愤怒 属于妹妹的幸福 老娘绝不会破坏 对不起殿下 她做做的咳嗽了几声 想要撑并顿逃 可没想到黄太子竟然借颇下驴 提议送她回家 忍无可忍的她 正打算奋起反抗 男人却柔柔的在她耳边撂下一句 花园里的事 可比舞会有趣哦 听出了这平静雨掉下隐含的威胁 女孩秒怂 愿由黄太子将她拉上马车 全程一言不发 好在男人极有眼色 一路上没再跟她搭过一句话 只在她下车时 雨晗暧昧的调笑了一句 下次可不要再演戏了 回去以后 她仍是止不住的阵阵恶寒 洗了个澡 虽然放松下来了 但还是能感觉到疲惫 多怪那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男人 可还来不及抱怨太多 房门就被扣响了 小猫咪忧心忡忡的走了进来 听说您身体不舒服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她随口调笑了几句 可没想到小猫咪竟然炸毛了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 开始静止向她逼近 不过恍神之间 她再次抬头 就对上了那双又大又明亮的眼睛 距离近到可以感受到彼此温润的呼吸 她想干嘛 女孩就快被自己捡回来的小猫咪扑倒了 这张帅气逼人的脸 让她心如雷骨 少年的脸已经褪去青涩 展露出了几分成熟 可这样的年纪 还是太小了吧 您说谎 明明还在发高烧呢 小猫咪的手 带着沁人的良意 让她浆糊一样的脑袋 恢复了几分冷静 可这来之不易的清醒 很快就被她的碎碎念给搅没了 虽然知道小猫咪都是为了自己好 但她还是抑制不住的吐起了槽 你怎么跟个老妈子一样 这本该是句玩笑话 可泰伯却好像叫起了针 脸色肉眼可见的严肃了起来 其实我并不想唠叨 但身边的几个朋友 都因这种病而离世 她从没见过这样悲伤无助的小猫咪 哪怕是被揍的时候 那双眼睛里也沉满了不服输的倔强 可她现在却让那双明亮的眼睛 蒙上了一层阴郁 她郑重的道了歉 哪怕只是无心之师 可让小猫咪伤心了 就是她的罪过 看着这个忧心忡忡的女孩 泰伯灿然一笑 拿出一枣就准备好的花 这是女孩送给她的 她一直摆在床头悉心照料 每一个失眠的深夜 都是这花香伴她入梦的 可今天 女孩比自己更需要她们 所以她把这捧花带来 代替自己 伴着女孩入眠 看着这只贴心的小奶猫 她感动得快要阴阴阴了 可还没等到她发表感想呢 就被泰伯一把抱起 塞进被窝 裹成了一只残宝宝 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叮嘱她 半夜不要踢被子 她想大声地向那只 嚣张的小猫咪宣告 老娘三岁就不踢被子了 可一沾上枕头 睡意就袭来了 那虚张声势的控诉 马上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您穿礼服的样子真的很美 半梦半醒之际 她好像听到泰伯在嘟囔着什么 可她一问 小猫咪就手忙脚乱地催促她 赶快睡觉 从没有人像这样关心过她 两辈子夹在一起都没有 她闭上了眼睛 任由睡意侵袭 她知道今晚一定会做个美梦 可就在这个温馨的夜晚 舞会上的传闻 就像毒液一样 渗透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如潮的恶意 再次向西维亚涌来 上一次是厌恶她的丑陋 而这一次则是憎恨她的美貌 贵族们怀疑自己被西维亚骗了 她从前的种种恶行 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 蒙蔽反对势力 这些幡然醒悟的贵族 此刻都恨透了这个女人 隐藏的恋人 开什么玩笑 艾琳剪下了一朵盛放的郁金香 此刻 她的脸色有些阴沉 并不像往日那般阳光 因为她实在是太生气了 那个皇太子真讨厌 做出那种莫名其妙的事 害得姐姐被全城人误会 情人 那个幼稚的皇太子 哪能配得上姐姐 可这件子虚乌有的事 还是让她的心情低落下来 虽然不是现在 但总有一天 姐姐也会结婚吧 她们的关系才刚刚缓和了一点 她还有好多好多的事 想要跟姐姐一起做呢 艾琳一那个还不存在的姐夫 变得沮丧起来 可这沮丧 突然又变成了担忧 她想起了舞会上 那位奇怪的小姐 用无比猙獰的表情盯着姐姐看 艾琳一边想着 一边捧着花往回走 没想到竟撞上了表情严肃的父亲 她恭敬的行礼一礼 可父亲只敷衍了一句 就形色匆匆的走了 亚特兰特公爵 现在可没心情去安慰失落的小女儿 她满脑子都是那个多事的皇太子 一直以来 她恪守中立 以此来保全自己的家族 可皇太子的突然示好 却打破了这种平衡 我绝不容许亚特兰特家族陷入危机当中 看着一脸正色的主人 管家经不住在心里想 哪怕一次也好 真希望家主能说一句 不许他伤害自己的女儿 两千多岁的精灵王 不但会做头发 手艺还很高超 简直堪称人行卷发棒 可生活还是欺骗了他 本想契约个普通精灵 做个低调的美少女 谁承想 一出手就搞了个王回来 更为致命的是 这个精灵王竟然还学资本家的做派 搞起了垄断 害得他想再召唤个低级精灵 撑撑门面都不行 都两千多岁的精灵了 还跟陈鼠稳重 没有半毛钱关系呢 整天嚷嚷着自己 带他出去玩 快带我去降妖厨房 保家卫国 糟糕的世界和平了 这翻的是哪年的老皇历呀 也对 这符合他老妖怪的身份 听说精灵王 过了两千岁的生日后 就再没数过自己的年龄 好家伙 这是只要我不会数数 时间就追赶不上我呀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货 幼稚的就像个三岁的小朋友 仗着会点隐身术 就肆无忌惮的 捉弄起了小猫咪 一个大意 他就开始上手戳了 急得女孩使出了必杀技 肢体语言 别做奇怪的事 快回精灵界 好在这货虽然解傲不逊 但在大势大飞面前 还是能拎得轻的 给了他一记白眼 就乖乖撤退了 万幸没惹出乱子来 毕竟今天可是个大日子 没错 他西维亚 今天就要踏上真城了 他既没跨过山河大海 也没穿越人山人海 只捎带上了贴心小猫咪 今天是申请入学考试的 最后一天 日后能不能大富大贵 就全看今天这最后一哆嗦了 看着这只赏心悦目的小猫 他不但不紧张了 甚至连车都不晕了 带他出来 可真是个明智的选择 小姐您不累吗 不累 个屁啊 昨天晚上看了一宿的书 高考备战的时候都没这么累 他的通宵苦读 就是为了今天的云淡风轻 当然不能累 我的状态好得很 打断他装逼的自然不是魔法 而是马车到站了 只要穿过队道传送门 就能直达首都 这不比高铁牛多了 可没想到啊 见过晕车的 谁能料到竟然还有晕传送门呢 才刚踏上首都的徒弟 贝尔就难受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那个总是元气满满的女孩 此刻正虚弱的躺在床上 冷汗把衣服都浸透了 他急得过不上考试的事了 只想冲出去给贝尔买药 就被泰伯一把拉住了 我去买药 您快去报名吧 这是今天的第二次 他由衷的觉得 有小猫咪在 真好 那我走了 虽然比计划耽误了很多时间 但他凭着元主的记忆 抄了进路 一路火花带闪电 总算是在收摊前赶上了 他接过那张平平无奇的考试证 13201号 除此之外 只印着名字 没有信使 这是学校的建校理念 在此学院众生平等 是个实力至上主义的学校 只不过考试合格以后 学校寄出邀请函的时候 光看地址就能知道考生的身份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吗 西维亚小姐 那个恶毒无脑的女人 竟然又来找她的麻烦了 那副嚣张的样子 活像是只竹鼠 也许她该感谢今天的太阳 并不是过分的灼热 否则 一不小心中了个鼠 岂不就糟了 你该不会是怕落榜 故意把参加考试的事压下去了吧 见女孩一言不发 她不知失慌了 还是误以为自己占了上风 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了 西维亚虽然很想教训她两句 可一想到她会在这次考试中落榜 就不忍心再伤害她了 一百分满分 好像只考了五分 那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真是好笑极了 可西维亚忘记了 蝴蝶的翅膀已经开始煽动了 一切还会按照她记忆中那样进展吗 泰伯的真实身份终于压不住了 她竟是个女孩子 我是 小姐 这件事说来话长 她领完考试证就火急火燎的往回赶 到家的时候 贝儿已经吃完药睡下了 于是三个人的晚餐 变成了两个人的晚餐 她带着小猫咪去了一家园主很喜欢的餐厅 这里的老板不但厨艺了得 人也很亲切 见他们吃得起劲 还端来了赠品 廖伯可真般配啊 年轻真好 她刚想解释清楚 对面就传来一声巨响 震撤山谷 她想紧紧抓住她的手 大声告诉她 你椅子倒了 却看见小猫咪的脸 红如铁烙 我是 小姐 她吓得眼里的高光都没了 反应了一会儿才想明白 这可真是个断具鬼才 而老板竟然散发出了正道的光 目光比刚刚还要殷切 看来这也是个喜欢柑橘味香气的人 小姐 哎呦 没事 祝福两位天长地久 泰伯的脸由红转白 隐约还透着点绿 她大声辩解自己是骑士 而眼前这位是自家小姐 那愤怒的语气 颇有点预盖弥彰的味道 她的梦里都在循环播放这部场景 真是舍不得醒来 可今天是个不能赖床的日子 小姐 加油 早去早回 她到考场的时候 屋里已经嘻嘻啦啦地坐着几个人了 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着 考卷上的最后一道题 每次考试都没人能答出来 她表面云淡风轻 实则洋洋得意 你们马上就要见证 那个人的出现了 她挑灯夜读的成果就要在今天接受检阅了 出来吧 精灵王 你看她在作弊 她把那个形色鬼祟的人指给精灵王看 想帮她长长见识 没想到这个老小孩竟然比她还激动 露西袖子就要上去干 她按住了这只二哈 打算等考官来了再举报 可没想到竟被别人占了先机 你在做什么 这个文弱的少年毫无巨色地跟作弊男正面硬刚 怼得他哑口无言 无能狂怒 妄图用暴力来平息事端 他甩出一剂魔法 把作弊男狠狠掀翻在地 屋里顿时就炸开了锅 好在这时考官进场了 把作弊男轻出了考场 现场又恢复了秩序 他的脑子这时也清明了些 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的本意只是想轻轻推开他 谢尔皮德 难道是你 不用谢 我先走一步 随着金灵王的撤退 考试也开始了 这考题也太简单了吧 都是书里出现过的内容 就连这传说中的最后一题 也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富有挑战性 才过去了半个小时 他不但答完了 甚至还检查了一遍 这根本展现不出真正的才华 他遗憾地上交了试卷 成了考场里第一个走出来的人 正雀跃地盘算着 去找家里的两小只丸 却被人叫住了 对你来说 考试好像很轻松了 这声音分外耳熟 半小时前 他才刚刚听过 是那个健毅勇为的少年 他很困惑 但两人并没有任何正面交集 此时拦下他是意欲何为呢 少年的脸上扬起了一丝笑意 说明了来意 他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才接受了事实 这个校园里 竟然有人比他还能装逼 虽说考题简单 但那半小时里 他可是一直在专心答题 而这个男孩 竟然一边观察他 一边答题 还能紧跟在他后面交卷 这逼装的 简直可以媲美版本大佬了 可听到男孩的名字 他又觉得没什么可意外的了 奇安奥萨特 那不是未来的摩塔塔主吗 在原主的记忆里 他可是以最高成绩入学的 这样的大人物 为什么要找他搭话 女孩不过是变美了一点点 竟然连气运都开始变好了 好家 美男不要前世的往他怀里冲 前有洛气小奶猫以身相许 后有射恐的摩塔塔主 跪地唱征服 西威亚小姐 请你征服我吧 这个摩塔塔主 好像跟传闻中的不大一样 作为帝国最神秘的人 虽然名声在外 但几乎没人见过他 本以为他是个生性冷漠 单纯的不喜欢与人来往 可现在看来 这孩子只是单纯的设恐啊 请你跟我做朋友吧 看清了他的迟疑 男孩眼中隐满了失落 从小到大 别说朋友了 他身边连个能聊天的人都没有 小时候他一直想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听不懂他说的话 直到长大后才明白 原来不是自己的问题 是身边的人太过愚钝了 可他翻遍了整个帝国 还是找不到一个智商能与自己匹敌的人 直到遇见了女孩 他才第一次有了找到同类的感觉 被男孩灼灼的目光盯着 女孩怂了 他想开口拒绝 毕竟两人根本不熟 可那副惹人恋爱的表情 让他根本张不了这个嘴 不妨先用个缓兵之计 答应 但不完全答应 考证后再从床记一把 同床好友 男孩激动的羞红了脸 漫长的等待后 终于找到那个 可以让他敞开心扉的人 我好紧张 今天是放榜的日子 贝尔竟然比他这个镇主还激动 相比起来 小猫咪可就淡定多了 我不担心 因为 您肯定会合格 这充满信任的话语 戳中了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正当他为难着 不知道该回怎样的一句话 才能显得既不主动 也不冷漠 那个无脑的女人 就跑过来替他解围了 一下子就把火力 全引到了自己身上 真不只是该谢谢他 还是谢谢他 哈哈哈哈 就算你落榜了 大家也不会说什么 13201号 合格了 阴侧侧的话语 从背后传来 吓了一巴地一跳 虽然男孩的语气很笃定 但他才不信呢 榜单的末尾 他可是仔细的看了两遍 根本就没有他说的那串数字 可顺着男孩手指的指向 他第一次抬头看了榜首 那串数字就明晃晃的挂在那 13201号 西维亚 在第一次考试中拿了第一名 贝尔兴奋的哭了 一巴地悲愤的哭了 本想找女孩的晦气 给自己玩玩尊 这下竟成了跳梁小丑 听说那个因得罪了女孩 而宅在家里努力学习的一巴地 在满分一百分的考试中 考了11分 蝴蝶的翅膀煽动了 他的成绩竟然从各位数 长到了两位数 而女孩根本没心思搭理他 因为第二场考试 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到场的时候 美女考官已经开始讲解了 老师把魔力输送进了测试器 银润的水晶球 迸发出了夺目的金色 没错 第二场考试 就是简单粗暴的 直接测试考生的磨量 依据磨量的等级 由少到多 水晶球将会出现蓝色 绿色 黄色 色则变得越红 就表示磨量越多 这时就有好奇的小伙伴 坐不住了 最高级的就是红色了 就没有更高的级别 老师乐了 天真岁月不忍气啊 青春荒唐时 他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但这个魔法测试是30年前 大魔法师艾兰亲自制造的 这么多年从未出过差错 到目前为止 连珠黄色以上的结果 都没有出现过一次 就更别提红色了 那得有大魔法师艾兰那样的实力才行 不过也有不靠谱的传言称 如果超过红色级别 就会有巨龙现身 但传言之所以是传言 就因为谁都没见过 老师劝他们收收心 还是把精力放在考试上 好 那就第一场考试的成绩 13201号 请到前面来 女孩把手搭在魔法测试器上 耀眼的红光 笼罩了整个考场 水晶球也一寸寸裂开 围观群众沸腾了 好嘛 考试刚开始就结束了 第一名这是走别人的路并断曲 让别人无路可走啊 可这个全场羡慕 嫉妒恨的主角 此刻竟然比他们更慌 他分明看见半空中挂着一个奇形种 不是说好了传说级的野才是个巨龙吗 那他眼前这玩意儿是个什么鬼啊 而此刻这个别致的小东西进口吐人言 伴随话语而来的是沉重的压迫感 就在女孩快要被窒息感淹没时 一个温柔的女声传来 孩子清醒一点 叮咚如泉水般的声音 奇迹般抚平了他的不安 女孩抽回了手 那幕可怕的画面也瞬间消失不见了 主考官激动的冲上来 一边死命摇晃他的肩膀 一边逼问他是跟谁学的魔法 动作指导神似咆哮地 一旁的副考官都看不过去了 出声制止 女孩脸上冷汗层层 看上去难受极了 主考官不知在哪个技巧嘎达 重拾了自己的良心 竟调来了一个新的魔法测试器 命令女孩重测一次 女孩小心翼翼地 把手搭在新的测试器上 只是一小撮魔力注入水晶球 虽然刺耳的嗡鸣声还在耳畔回响 但这颗水晶球总算是保住了 测试结果为黄色 女孩暗暗松了一口气 拼尽全力 总算换来了一个 敏然重燃的结果 趁着学校还没致他破坏公务罪 赶紧溜吧 不过话说回来 大师做竟不是大师亲自做 学校仓库里究竟还摆着 多少批量生产的测试器啊 西雷亚 考得怎么样 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女孩再也撑不住了 放任自己晕了过去 一路上他的头都昏昏沉沉的 那画面一直浮现在脑海中 我想回家 昏迷中 他感觉自己好像被谁抱了起来 那个人还在大声叫喊着什么 但头太晕了 根本听不清 可暂时的黑暗过后 他的视野渐渐明晰起来 那不是园主吗 看场景 应该是打了爱琳尔光 被关进监狱的那天 他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想起这些 突然 一个神秘男子出现了 拉响了他心中的警报 这是毒药 园主不是在流放地自尽的吗 为什么在监狱就给毒药了 这和他的记忆不符啊 正当他想冲上去 看清男人的长相时 一只硕大的爪子 摁住了他 哎呀 这可不行 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等时机一到 我会再来找你的 话音刚落 那只爪子就松开了他 另一只温暖的手 扶上了他的头 是小猫咪 只瞬间 委屈就全部涌上心头 他实在是害怕了 不但总有发生奇怪的事 身边还有对他恨之入骨的人 面对这无形的危机感 为了生存 他不断鞭打自己 熬过艰难的每一天 虽然表面看起来乐观大方 无所畏惧 但一个人身处异世界 总会感到孤独无助 谢谢你 一直陪着我 女孩睁开眼睛 打亮着四周的陈舍 才惊觉自己已经回到家中了 脑袋比之前清醒了很多 但却只能依稀记得发生过什么 具体的已经想不起来了 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思绪 头上的毛巾滑落下来 他才明白 刚刚的泰伯只是一场梦 他回忆不起来 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梦 只觉得自己心里空落落的 只能用睡眠来填补这份空虚 泰伯已在门上 回忆起刚刚照顾小姐的场景 他一边哭 一边叫着自己的名字 那一声声嘀喃 都被他镌刻在了心底 灼热的温度 让他禁不住 羞红了脸 精灵王一个响指 女孩就飞到了半空中 再一个响指 一群长相潦草的兽人 就遭了难 第三个响指响起时 女孩面前已经摆满了美食 精灵王正盯着他手里的鸡肉串 口水连连 不是说好带他出来散心 可他这副模样 分明就是自己想出来野餐 虽然很想给你 但精灵不能吃人类的食物吧 谁说不能吃了 高高在上的精灵王 竟然为了吃一串鸡肉 化身为人类 吃过的潜力果然是无限的 但不得不说 老男人脸上的绿光散尽后 真是该死的帅气 可惜长了张嘴 我活着就是为了尝遍天下美食 男人一直喋喋不休地控诉着 在精灵界度过的悲惨时光 让女孩终于明白了初次相遇时 心里的内丝不对劲 她那么着急地跟自己签订契约 就是为了来人界吃美食 虽然自己沦为了工具人 但一想到她帮过不少忙 也就释然了 不就是钱吗 她有的是 两米长的大局都养了 也不差这只二哈 精灵王兴奋地要上去贴贴 他却再一次察觉到了事情的诡异之处 精灵界根本没有吃的东西 那他是怎么成为美食家的 难道我不是你的第一个契约者 话音未落 精灵王就死死捂住了他的嘴 一群人走了过来 发现惨死的兽人 每具尸体只有一处致命伤 现场也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 实力这么强 该不会是丹尼尔亚特兰特吧 女孩好久没听过这个名字了 大哥为了继承家业 一直在外接受培训 所以两人即使是兄妹 关系也很疏远 但每次见面她都很温柔 可这份温柔 带给原主的就只有虚假的希望 再次相遇时 内心已千疮百孔的西维亚 推开了她 后来大哥从学院毕业后 去摩塔进修 又以考察古迹的名义 全世界乱跑 再没回过家 我今天一定要扒了她的皮 竟敢打我哥哥的主意 女孩攥紧了拳头 打算给他们个教训 却被精灵王一把摁住 他信手甩出几剂魔法 就把众人掀翻在地 自知反击无望的小喽喽们 捏爆手中的魔法道具 服毒自杀了 你看看这个 这项链看着确实可疑 每个人都戴着 应该是某个秘密集团的身份证明 女孩试着输送一下魔力 项链打开了 里面是一张地图 地图的中心位置 标着他们提过的实验室 两人决意 去大闹一番 等他们到了目的地 那里已经被大火吞噬了 剩下的线索 就只有她手上的项链了 女孩把玩着项链 总觉得上面的图案 十分眼熟 待到细想时 脑袋里却降下了天雷 身体像是裂缩了两半 脑袋要飞升肚截了 轻飘飘地向上翻涌 身子却沉沉地往下坠 精灵王急坏了 如果女孩失去意识 自己就会被传回精灵界 我现在就带你回家 坚持住 不同于她的交集 女孩此刻 正处在黑田的梦境中 就连脑袋都不疼了 打破这样祥和气氛的 是一双黑指甲尖尖的脚 身披黑袍的男人走了过来 捏着一只鸟笼 里面装着的竟是原主 两人正在说着什么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 等你回到过去以后 正听到关键处 男人发现了她的存在 被那双红毛一钉 女孩竟醒了过来 那双眼睛 考试那天好像也见过 风吹的窗户质压作响 她想起了谢尔瑟德 送她回来时 一定是太着急了 连窗户都没关 她召唤出了精灵王 想要亲口向她道谢 可没想到 那道金光闪闪的身影一出现 就紧紧拥住了她 像是抱着什么 适而复得的宝贝 但她却没什么以泥的心思 项链上的图案 不但与自己有关 还牵扯到了大哥 绝不能含糊 看来必须得调查 项链的来历了 丫头 看来我喜欢上你了 女孩万万没想到 上千岁的老妖精 竟然是个丫头文学爱好者 而让她参破 这不堪真相的契机 就是那条项链 今天她特意起了个大枣 来到了一家小旅馆 欢迎光临 您是吃饭还是喝酒 我来见住在阁楼的矮人 刚刚还在喝酒划拳的客人 此刻都停下动作 盯着女孩看 小声地议论起来 酒保也暗暗吞了口口水 询问起矮人的特征 我记得她满头红发 还讨厌虫子 女孩在众人的注目里中 随着酒保上了阁楼 这家旅馆 其实是一个小情报工会 普通顾客来时会说 我要一份掺了蓝鹰的菜 而她报的暗号极为特殊 会长 肯 会亲自接待 两人的碰面 火药味十足 男人怀疑 她是敌方派来的戏作 不愿与她讨论正事 但女孩可没空跟她扯皮 直接掏出一包金币 扔在桌上 没人能拒绝金钱的诱惑 何况这给的也太多了 你想委托我什么 女孩摸出一封信 说明了来意 一是把这封信 交给丹尼尔亚特兰特 二是调查项链的来历 由于线索过少 男人迟疑起来 虽然明知道自己在强人所难 但她却不得不赌一赌 怎么 你办不到 那我只能去找别人了 果然不能说男人不行 她刚转过身 就被男人一把抓住了 力道之大 让她怀疑自己的手腕 是不是轻了 除了我 没人能搞定 这活我接了 临别前 男人送给她两颗珠子 这是用来监测任务进度的 只要任务完成了 珠子就会变红 女孩心满意足地 踏上了回家的路 可还没走几步 就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靠着精灵王的帮助 她轻松地甩掉了身后的小老鼠 就在她喜不自胜之时 精灵王突然邪魅一笑 既然办完了事 你也该满足我的愿望了吧 谢尔皮德一见到美食 就把王的矜持都抛到脑后了 她已经把这一袋的食物都吃光了 那狼吞虎咽的模样 活像刚从牢里放出来的 真是浪费了一副好皮囊 被整条街的人注视着 女孩尴尬到快用脚趾 抠出一座魔仙堡了 丫头 那是什么 是咖啡 没想到连异世界都有咖啡 四年后风靡整个大陆的饮品 难道是咖啡 这样新奇的饮料 美食家谢尔皮德当然不会错过 拿起杯子 就咚咚咚灌了一大口 苦得她舌头都快掉了 这东西跟毒药一样 真的能喝吗 女孩灿然一笑 这就是咖啡的魅力 精灵王为了理解人类的美味 哗啦啦地把整杯咖啡倒进了嘴里 然后就上头了 心跳加速 头脑昏胀 肚子里翻江倒海 甚至开始脸红了 这不是恋爱的症状吗 丫头 看来我喜欢上你了 你能提供源源不断的美食 所以 有资格做我的伴侣 老娘的长处只有这一个 男人还贴心地叮嘱她 不用急着回复 自己会慢慢等 因为上一个契约者曾教导过她 向一个女人告白以后 至少要等上一周才行 女孩满脸黑线 打断了陶醉其中的某人 你并没有爱上我 这只是咖啡因的副作用 懵懂的精灵王失落了 他正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呢 因为前契约者说过 爱情会影响人的一生 看着他因回忆起前契约者而陷入悲伤 女孩感觉自己的心里怪怪的 也许这个身体也是因为咖啡因不耐受吧 绝不是出于嫉妒 送走了某个吃饱喝足的大爷 他总算是有了独处的时间 可就在他打开抽屉 打算把会长的两颗珠子藏进去的时候 却惊觉抽屉被人翻动过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 进来 姐姐 妹妹的身形有一半笼罩在阴影里 脸上却挂着那样阳光的笑 甜蜜地叫着自己 姐姐 进此场景 女孩吓得咽了口口水 爱玲 你怎么捧着这么多花啊 她心疼坏了 体弱的妹妹竟然拿着这么重的东西 还不得累坏了 屋里充斥着花香 闻起来跟妹妹身上的差不多 这是妹妹特意摘给她的 听说姐姐不久前晕倒了 现在好点了吗 卫博妹妹一笑 她近不住站起来 大秀自己的公二头鸡 以此证明自己健康无余 妹妹果然很给面子 笑得暖融融的 像个小太阳 希望姐姐不要生病 能一直健康下去 看到这样单纯的妹妹 她忍不住担心起来 这孩子也太善良了吧 终于知道大家为何要教她圣女了 想到这儿她开始愧疚了 参加入学考试的事 不应该瞒着爱玲 于是她向妹妹摊牌了 我知道 因为发表第一轮考试成绩时 我见到了姐姐 妹妹的表情有些失落 当时她很想祝贺姐姐 但想到每个人都有难言之隐 就忍住了 而今天姐姐竟然主动向自己解释了 而且还只告诉了自己一个人 爱玲觉得自己的世界又明亮了起来 有什么东西取代了太阳 在她心里灼灼的发着光 玻璃花房满是名贵的花 西维亚已经在这儿转悠了一个多小时了 她在挑选送给妹妹的回礼 西维亚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小猫咪冲过来 一脸关切的看着她 男孩的头发还是湿的 身上的香皂味熏得她脸都红了 下意识的后退了几步 保持了一个安全距离 这无心的举动让泰博受伤极了 我只是花粉过敏而已 已经好多了 小猫咪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 其实她早就想来探望女孩了 却因受罚耽误了时间 她也不知自己究竟怎么了 每天跑几百圈操场 吃再多的苦 也无法集中精神训练 因为我一直很在意您的事 这难道你怕我死了以后 自己会丢饭碗 小猫咪的笑 让她再次羞红了脸 为掩饰自己的囧态 她动手捶了小猫咪的手臂 才几日不见 已经蹴了一圈 看来训练效果很不错 加油哦 我未来的护卫骑士大人 女孩的话 让泰博看到了那条横垢 在两人之间的鸿沟 从今往后 她再也不会把小姐当成自己朋友了 她会收敛自己的放肆 成为一名最忠诚的仆人 不行 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乱风吹的人春心荡漾 估计是因为春天到了吧 可春天也有一些小烦恼 那些不安分的蛇虫鼠蚁 也出来活动了 今天是妹妹举行宴会的日子 一八地也在受邀的行列 她把自己在考场遇到西维亚的事 大肆编排了一番 现在每个人都在嘲笑她 听说爱玲小姐名列前茅 但西维亚小姐妹 尖酸刻薄的反派 发言还没讲完就被撞翻在地 你是不是13201号 你这个臭女人竟敢推我 再不放开我就弄死你 一八地被这和善的眼神吓得够呛 大气都不敢喘了 可对上女孩 老师却笑得和善极了 她是来报喜的 西维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学院 围观群众都震惊了 妹妹更是开心的涨红了脸 但老师才不管这些呢 爱玲和西维亚是亲姐妹 那她可省了不少麻烦 规则什么的只讲一遍就好了 有什么不懂的 你就去问爱玲吧 拜拜 老师倒是潇洒的走了 把她留在这里 像个奇珍异兽一样 被众人围观 宴会的女主角应该是爱玲才对 她向妹妹道了歉 打算离场 让妹妹开心的跟朋友们一起玩 啊 你误会了 这些并不是我的朋友 只要花上一枚铜币 就能买到湖中间 这个小镇真是民风淳朴啊 可她一个转身的功夫 妹妹就被神隐了 两个人的关系才刚刚拉近一点呢 今天以前 她想象不到 那只单纯的小白兔 竟会为了她 果断赶走了那群不请自来的朋友 我绝不会跟侮辱我姐姐的人做朋友 所以 妹妹邀请她参加庆典的时候 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尽管她明知道会有那个讨厌的二哥做陪 可为了妹妹 这样的小委屈根本就不值一提 何况街上红旗招展 人山人海 比她想象的热闹多了 她决定把那个便宜爹塞过来的零用钱 全部花光 可这鼓鼓囊囊的一大包 能包下来十条这样的街了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钱多花不出去手 但看看一呼百诺的妹妹 她还是忍不住投去了羡慕的目光 要是太博在就好了 怎么着也能当个保镖冲冲门面啊 啊 姐姐 我们去那边看看 一看有大声一找上门 摊主马上开始闭眼吹了 没有社会经验的妹妹 马上就被唬住了 但她这个见过大风大浪的老油条 才不会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蒙蔽呢 她正想反驳 就被一把大宝剑吸引住了 那是 湖中剑 怎么可能 又不是废的世界 可这把古朴的剑 只是晶晶的摆在那 就散发着王霸之气 当然了 仅她自己可见 如此霸气侧漏的剑 自然要配给牛逼闪闪的她 她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得到这把剑 如果拿妹妹换 她是不同意的 但要是希尔皮德的话 一切好商量嘛 可老板的报价 竟然是一枚 从必 好家伙 本以为要剁手 结果只是剪掉了一根道刺啊 她决定把妹妹拿着的那枚书签 一起截了 啊 一共三枚同币 剩下的就当小费好了 算是报答 你给我和妹妹留下的快乐回忆吧 一时间 场面极度和谐 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满意的像 爱玲攥紧了手上的书签 就像抓住了年少时的梦 这是姐姐送给她的第二件礼物 夜幕出锤 烟火大会就要开始了 本该是三欢的时间 可爱玲的情绪 却肉眼可见的低落下来了 在她的再三追问下 妹妹总算是开口了 姐姐 那个传闻是真的吗 您跟皇太子是不为人知的关系 看着姐姐手足无措的否认三连 她总算是安心了 谢谢姐姐能回答我的问题 真是拿这个乖巧懂事的妹妹没办法 作为穿越者 爱玲其实根本算不上她的妹妹 但不知为什么 她就是莫名其妙的喜欢她 可就在四月四日这天 她弄丢了自己的妹妹 汹涌的人潮 如洪水般吞没了那个瘦弱的身影 要是当初能握住那柔软又鲜细的手就好了 那道身影就像翩翩起舞的蝴蝶一样 围着她转了一整天 西菲娅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爱玲呢 爱玲不见了 她强忍住哭腔 尽量平静地陈述事实 可没想到 那个素日里与她水火不容的二哥 竟然温柔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还冷静地指挥起了众人 但每个人都领到了任务 独独没有她 我也去 不行 二哥拒绝的底气来自她理性的分析 以西菲娅现在的精神状态 要么迷路 要么被歹人一起抓走 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妹妹 不能再失去另一个了 我自己去找爱玲就好 她想不通 自己弄丢了那样宝贝的妹妹 她是怎么做到不生气的 还有那个傻妹妹 明明在跟她适当地保持距离 小心地维护关系 可她却以那样蛮横的姿态 闯入了自己的世界 但就在她敞开心扉的时候 那个人 她到底去了哪里呀 妹妹无声无息地躺在地上 脸上的生机都被黑暗吞噬了 刺鼻的俯臭尾充斥着鼻腔 不可能 我的妹妹不可能烂得这么快 现在距离暗发 不过才短短一小时 让我们暂且把时钟 拨回到六十分钟以前 痛失暧昧的她 召唤出了精灵王 这是她目前唯一能倚仗的 就算冲着空气大喊大叫 被人当成精神病 她也不在乎了 只要能找到妹妹 谢尔皮德忧心忡忡地 看着疯狂的主人 在她身上拾起一根金色的长发 那是爱玲的 凭借着这根头发 她找到了爱玲的位置 那不正常的移动速度 绝对是被绑架了 带我去找那帮混蛋 就在这里面 在进去之前 精灵王派谢尔普去公爵府 送了纸条 爱玲被绑架了 位置 富洛姆堡街东侧 B-2431 又给主人施加了隐身魔法 本该万无一失才对 可一听到有人侮辱妹妹 主人马上就按耐不住了 那个金发小妞真可爱 要不要再拍卖前 跟她好好玩玩 男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是神秘的力量击倒在地了 看着这乌方不肯的环境 她没办法想象 妹妹会遭遇到什么 在找到爱玲后 绝对要给这些混蛋扑扑法 让他们知道 老娘的妹妹 不是你们能染指的 女孩被绑住手脚 在展台上瑟瑟发抖 台下的人已经司空见惯了 场面并不热闹 只是零星的几个人报价 因为这次的货物 长得实在是寒碜 最终以420枚金币达成 哎呀 大人您别急呀 急品的在后面呢 这些混蛋一点良心都没有吗 房间里满是笼子 女孩们就被关在里面 这些人到底被关了多久啊 连做人的尊严都丢了 像一条哀哀的狗 跪在地上卑微的讨好着 只是希望主人能不再打他 不信神的他 第一次求了上帝 一定要保佑他的爱玲平安无事 可目之所及 妹妹就满身脏污的躺在地上 像被人丢弃的名贵娃娃 别有一种颓迷的美 却没有半分生机 她感到胸口传来顿痛 像拔掉了蛀牙那样 一种空洞的疼 女孩徒手撕铁 冲进去抱起了妹妹 可任凭她怎样大力摇晃 妹妹也没有半分生息 姐姐 对不起 爱玲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会弄丢你了 这一次 她牵起了那只纤细苍白的手 没有半分犹豫 以后 她都不想再放开了 要一直一直地牵下去 可妹妹只是叫了她一声 就再次晕了过去 虽然精灵王告诉她 爱玲只是被喂了安眠药 没有任何生命危险 但她心中的梦复 根本平息不下来 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女孩砸烂龙门 放出了那些被困的可怜人 还让精灵王在每个人身上 套上了魔法盾 保护他们安全离开 为了防止那些畜生逃走 她又在建布物 外面设置了防护墙 魔力消耗巨大 一阵无力感袭来 她咬牙强撑 绝对要在魔力枯竭前解决掉他们 与此同时 亚特兰特家族的人也来了 他们已经拜托了治安队 待一个小时过去了 还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无奈之下 她只能相信纸条上的内容了 可整状建筑物被防护罩笼罩着 他们根本进不去 太搏急了 提起剑就冲上去一阵不堪 嘴里还念念有词 给我破 快给我破 不知是不是她的诚意感动了上天 防护罩竟然真的破了 有人从里面出来了 只不过是被丢出来的 男人的造型很别致 光头上满是大大小小的包 活像细游记中施加模尼的装造 众人吃了一惊 身高一米九的标形大汉 究竟是被怎样一个魁梧的汉子放倒的呢 针对上了 他们是否有反击之力呢 可悬念没留太久 身姿窈窈的大小姐 潇洒的走了出来 女孩只不过使出一记重拳 不滑笨子的门牙就掉了几颗 她于一片废墟中走出来 怀里紧抱着是势而复得的妹妹 直到把睡美人交给二哥 她才历劫的倒进小猫咪的怀里 看见自家的白菜都快被猪拱了 公爵大人坐不住了 她想把女儿扯过来 但仔细一想 好像是自家白菜先动的手 就又顿住了 爱就是这样吧 是伸出又放下的手 不过短短一瞬间 她感觉自己又平添了几丝白发 增长了几分人生智慧 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先缓一缓 现在重要的是一掷对外 夫人 请你保佑我们的孩子吧 她一咬牙 把人马分成了两路 魔法师负责开启传送阵 送女儿回到府邸 剩下的人就跟她一起解决这里的事 月黑风高夜 杀人放火天 女孩一直陷在黑田的梦里 睁开眼时 只觉身心舒畅 可爱玲却很激动 一问才知道 原来自己已经睡了三天三夜 而这只小可爱 害怕她遇到危险 就一直不眠不休的手 在床前照顾她 看见她醒过来了 也没展露笑颜 艾琳此刻还是喘喘不安的 她怕给姐姐留下不好的回忆 怕姐姐伤势严重 更怕姐姐会因此记恨上她 我怎么可能会记恨你呢 她手忙脚乱的送走了小哭包 迎来了独处时光 才惊觉自己体内的魔力竟然枯竟了 在完全恢复前 别说召唤谢尔皮德了 她的魔力就连普通人都比不上 自然恢复的周期很长 不想出快速恢复的办法 她就无法逃离这里了 就在她昏睡期间 亚特兰特公爵捣毁了奴隶拍卖行 并把此事上报给了皇室 整个案件飞速解决了 参与进来的人 要么被关进了监狱 要么被处以急刑 那些混蛋本想开完最后一场拍卖会 就金盆洗手 但不巧 绑架的偏偏是亚特兰特公爵的掌上明珠 表面上看 这件事已经完美落幕 但涉事的贵族们 此刻可是恨透了她 所以管家为了她的安全 暂时不允许她出门 可她实在是担心那些被救出来的人 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偷偷溜出去呢 就在她抓心挠杆也想不出来的时候 房门被敲响了 二哥走了进来 手里提着大宝剑 这是在她晕倒的地方发现的 尽管感受到了审美的参差 但她还是捡了回来 谁让她的妹妹喜欢呢 可就在她打算功成身退的时候 妹妹叫住了她 凯特勒哥哥 请带我一起出门吧 这时妹妹第一次称呼她为哥哥 所以就算妹妹的请求 让她感到为难 她也要答应 更何况 在这样危急的档口 她只想到了自己 那不是信任还能是什么 妹妹的心愿必须满足 你想去哪儿 马车的车轮支悠悠的转 外面的风景真好看 天好看 地好看 公爵府里却是一片愁云惨淡 管家正在向公爵通报 皇家派来搜查官 要对西维亚小姐进行审问 让他们滚 谁也不能审问亚特兰特家族的人 而在王城的另一端 王妃已经摔坏了第七支茶盏了 西维亚亚特兰特 真没想到她会如此棘手 黑蝎子被毁 侄子被抓 这些都无所谓 可她竟敢动拍卖行 看来此女不可留啊 车轮继续支悠悠的转 终于停在了孤儿院门口 这里是由亚特兰特家族经营的 同拍卖行救出来的孩子 现在就安顿在这里 可就在院长领着他四处参观的时候 一只小手扯住了他的裙脚 小男孩笑得很是灿烂 让人禁不住想把他抱起 揉揉那蓬松的碎发 可真的抱起了 又感慨于那轻得惊人的分量 院长告诉他 这里已经比其他孤儿院好很多了 至少有床和食物 孩子们也有衣服穿 可那洗的发白发皱又明显不合身的衣服 还是让他的心感到振振刺痛 这些满脸天真的孩子 在这里待到14岁就会离开 要么进入贵族当仆人 要么学一门手艺 最好的出路也只不过是帮商人跑腿办事 这样的年纪 正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呢 万恶的资本主义 收下这些钱吧 虽然没多少 但希望能帮到这些孩子 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后 他跟二哥踏上了回家的路 马车上二哥满脸疑惑地看着他 你今天出门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吗 在做重大决定前 他只不过是想亲眼去确定一件事 女孩把老管家叫到自己的房间里 想要当面表明自己的心意 可还没开口呢 就先羞红了脸 嗯 我想 建立一个组织 管家没有嘲笑他的不自量力 反而微笑着点头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我提供资金 但他们要为我办事 就像泰博一样 管家欣慰地笑了 小姐总算开始为自己打算了 如果找到一群像泰博一样的人 日后肯定能帮上不少忙 可女孩却坚定地摇了摇头 就算不像泰博那样优秀也没关系 像原主一样 平凡到没有任何优点也无所谓 起初他存钱是为了生存 但看到那些无助的眼神后 他才发现 自己早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这个世界 如果泰博没有遇见自己 或是皇太子的话 可能会因没钱受尽人间疾苦 而像小猫咪一样的孩子还有很多 他只是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帮助他们 但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那就是钱 卖摩金时存下来的钱只够自己花 顶多再加上一只小猫咪 但拿来筹建组织 根本就不够 摩金时的价格虽高 产量却很低 就没有什么方法能快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吗 突然一个俏丽的身影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巨恶 拉星 五年后 他创立的组织就会成为帝国最强组织 而此人不但有经商天赋 更难能可贵的是 就算经历了无数次危机 也从不做伤天害理的事 如果把手中的情报提供给拉星的话 一定能成长得更快 必须尽快拉拢他 趁着这些情报还有价值 还要买一些妖精的粉末和卡米拉草 制作恢复魔力的汤药 但跟世卫同行的话不太方便 所以他又偷偷溜出去了 你好啊皮尔德 最近过得好吗 啊 我还是老样子 草药店的店主 熟绵地谈起了自己的近况 本来神采奕奕的 可以说到身边发生的事 就忍不住气愤起来 这段时间 很多生活落魄的人突然消失了 就算向治安队举报也没有用 他们根本不顾忌平民的死活 但西维亚小姐帮我们解决了所有问题 西维亚 女孩禁不住羞红了脸 可店主就像是看不出她的囧态 自顾自地继续夸赞着西维亚小姐 女孩此刻正在庆幸隐藏了身份 不然就要射死了 虽然现在的状况也大差不差吧 估计只是传闻吧 喂 您可别说这种话 不然要挨打的 要是真被打了 那岂不是比豆鹅还冤 她现在只想逃离这个恐怖的地方 动不动就要打人 简直太凶残了 于是她敦促着店主包好了草药 只差一味卡米拉草就集齐了 就在这时 店主递过来一张纸条 让她去这个地址碰碰运气 临别时还不忘叮嘱她 千万不要随意诋毁西维亚小姐 她低垂着头 快步的走在街上 就怕引起骚动 可没一会儿就发现自己想多了 根本没人能认出她 就像草药店店长一样 对于西维亚小姐 大家是指纹其名 不知其人 西维亚亚特兰特来了 大家快跑啊 不西维亚亚特兰特要审判你们 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搞什么鬼啊 咸蛋超人和动感超人 还不够你们演吗 为什么要演她 千万很羞耻的好不好 就在她羞愤交加之际 背后传出一道难声 毕竟大众喜欢英雄 光听声音是有几分耳熟 可一对上脸 她就不知这是哪位了 啊 不好意思 我差点忘记了 男人显露出本来的面目 竟然是皇太子 看清女孩的震惊 男人有些欣慰 还以为这只张牙舞爪的小猫咪早就把自己忘了呢 毕竟他从未回过一封信 他这才惊觉 原来烧的那些信件里 还有皇太子的邀请函啊 幸亏你没理那些人 不然我会误会的 他已经听不懂皇太子在讲什么了 这大概就是跨越了千年的代沟吧 他想默默地走开 可那个不识趣的男人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 拦住他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 突然他看到皇太子身上有一抹奇怪的痕迹 红红的是果汁吗 可某人只是满不在乎地说 刚刚拍死了一只虫子 西维亚小姐 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照换过精灵吧 女孩很怕自己在这一刻死去 那样 她恶女的名号怕是要流传百事了 无人的巷弄 凄厉的缠名 历劫的孩子 怎么看都是凶案现场 而他自然就是那个凶手 虽然在场的还有第三个人 但他可不敢指望 那个埋脸写着看戏的男人 能帮他洗清嫌疑 毕竟他们同时听到了小女孩的惨叫 可那个人却半分触动也没有 他还是选择自救吧 顺便帮帮这个可怜娃 怀中的孩子大口喘息着 他的魔力正在快速向体外渗出 而且还没有储存魔力的磨合 再这样下去 魔力会枯竭 搞不好还会因此丧命 没时间考虑太多了 他凝聚起魔力 帮小女孩把遗失的力量重梳回体内 就在他历劫之际 小女孩睁开了眼睛 呼吸也渐渐平稳下来 他的父亲也在这时找了过来 正所谓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这不幸运他自己就找上门了 小姑娘的父亲是开草药店的 而且正是皮德尔推荐的那家 这不是为鹿吃的他 解决了人生一大难题吗 更幸运的是 那个男人没跟过来 他只求不要再跟他有任何交集了 可另一个当事人 却不是这样想的 有点意思 虽然知道他是亚特兰特家族的一员 但对这个愚蠢又无理的女人 根本没兴趣 直到他听说女孩凭一己之力 铲除了与皇后勾结的黑蝎帮 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王后一直想把他拉下皇太子之位 扶持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二皇子上位 这次更是提议他去北部平息祸患 此诚凶险异常 有大臣提出异议 却被国王粗暴的打断了 健康情况不断恶化的他 不但性格变得越来越奇怪 还非常讨厌别人违抗自己的命令 无奈之下 就只能答应了 本想在离开前 除掉治安队 削弱皇后的势力 但没想到 在他出手前 西维亚就搞定了一切 他是突然出现的变数 就算皇后再怎么诋毁 百姓们也视他为英雄 没想到 他竟然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就改变了自己 而且 问他问题时 惊慌失措的样子 也很可爱 西维亚亚特兰特 我真是迫不及待的 想再次见到你了 而被他惦念的女孩 此刻正在制作着 恢复魔力的药丸 一口吞下后 魔力竟然恢复如初了 古籍中记载 有过魔力枯竭的现象后 魔力恢复速度会变快的情况 但这个方法 却有巨大的副作用 一旦残存的魔力在体内暴走 就只有死路一条 至今都没人敢做这项实验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就在他暗自庆幸的时候 管家送来了邀请函 扔火炉吧 在下树南从命 这是一封皇室邀请函 邀请他参加狩猎大赛 为了图一个好彩头 皇室会在讨伐团出征前 举办狩猎大会 届时会放出一些普通怪物 供选手们狩猎 那他去参加又有什么意义啊 看出他的不耐烦 管家却一改往日的训良 态度坚决的要求他必须参加 因为邀请函上写着小姐的名字 这是指定给他一个人的 直接写家族的名字不好吗 虽然不知道是谁指明了让他去 但他诅咒那个人出门踩狗屎 突然他灵光乍现 父亲不是说为了安全起见 我暂时不能外出吗 所以 主人已经下令解除了安全禁令 您现在可以随时外出了 这公爵还能不能行了 虽然他不希望出事 但按照原主的记忆 此次比赛出现了巨大的纰漏 冲出森林的怪物 会大肆杀害贵族女子 和没有武器的平民 并酿下一场惨剧 据传是二皇子那边 为了打击皇太子的威信 而故意设下的局 窝里斗不行吗 为什么要让无辜的人遭殃啊 既然必须得去 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首先是魔法道具 富有强大的保护魔法 能保护自己免受怪物的伤害 然后该选一件衬手的武器 你家有弓吗 弓是可以隐藏西尔皮德身份的同时 最大限度使用他力量的武器 只要让他将风之力量附在箭矢上 全程控制就好了 这张弓如何 就在他迟疑着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拉得动时 背后传出一道阴气十足的女声 初学者可拉不了这张弓 你还是选这张吧 女孩又热心的帮他选了箭矢和护具 每一样都很衬手 可就在他自爆家门后 女孩却脸上大变 西维亚亚特兰特 女孩只是抱上了名号 对面那个英姿飒爽的姑娘瞬间黑脸了 难道这姑娘是个恐怖分子 被她的名号震慑到了 现在提到西维亚谁不夸赞一句 她是正义的伙伴 可这姑娘偏偏反其道而行 大骂她厚脸皮 她想出言提醒 当心祸从口出 毕竟她当初自黑 可都差点被揍了 却突然想起 这不是加布里阿尔德夫吗 性情火爆 看不得不义之事 所以在看到其他贵族小姐嘲笑原主后 勇敢的站了出来 西维亚小姐 你们家厨师实力应该不错吧 裁缝应该更强 为了让她每天都有衣服穿 每晚都在拼命改吧 你们也太放肆了吧 加布里的出现震慑了众人 多嘴的麻雀们一哄而散 可对于帮助了自己的人 原主不但不心怀感激 反而恶语相向 像你这样肌肉发达 喜欢喝酒的男人婆 就是披着人皮的瘦人 永远都嫁不出去的丑女 这婆娘也太恶毒了吧 可不管怎样 她现在成了西维亚 那么带她道歉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她郑重的鞠了一躬 诚挚的道了歉 加布里吃了一惊 之前在那恶狠狠的眼神中 她看到了一丝悲伤 那个满受诟病的女孩 好像并不能适应别人的突然示好 但在一时置气之下 当初的自己 还是选择了抛下了她 我不知道你到底有何用意 但还是算了吧 话必 潇洒的转身离去了 说实话 她也没奢望 仅靠一个道歉 就能获得原谅 却仍是止不住的暗暗遗憾 早知道就先握手 再报名号了 那样 他们两个就是朋友了吧 遗憾之下 她打包了一大堆甜食 带了回去 这些蛋糕是给贝尔的 这是爱玲最喜欢的布丁 记得灯火给她拿过去 这是太薄的 这时她才惊觉 好像很久没见到那只小猫咪了 之前每到喝茶时 她都特别期待 看到小猫咪吃甜食的酣样 为了看现场版的吃播 她决定辛苦一点 亲自给小猫咪送过去 没想到来的正值时候 约瑟卿刚刚宣布休息五分钟 她刚想开口叫住泰博 可这孩子怎么一言不合 就脱起衣服了 她一边在心中暗暗付费 小猫咪真是没羞没丧 一边又忍不住睁大眼睛 想把那流畅的肌肉线条 刻在脑海中 隆起的肌肉上满是汗水 就像是点缀在诱人果实上的露珠 空气中弥漫着男性荷尔蒙的味道 她不争气的修横了脸 却突然想起 自己可是打着正义的旗号来的 于是故作镇定 打算把盒子交给小奶猫后 撒腿就跑 可身体却出卖了她的心 只觉得两股战战 左脚跟右脚扳倒了一起 一个尿呛险心甩倒 幸亏太薄扶住了她 这些蛋糕才免遭遗难 可是男色惑人 她的脑袋现在已经当机了 小猫咪低声的问着什么 但她根本听不进去 她的脑子里就像弹幕在刷屏 她怎么长这么大了 她怎么长这么大了 我带了你喜欢的蛋糕 跟大家一起吃吧 这样会被排挤 女孩的脸烧得更热了 怎么跟个傻子一样 开始语无伦次了 难道是因为刚才那幕场景 她现在根本不敢抬头看小猫咪了 小猫咪微笑着向她道谢 明明没说一句撩人的话 却让她脸色爆红 她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 只想撒鸭子快跑 可泰伯去出声制止了她 西温阳 等一下 你不用着急当上护卫骑士 因为不管多久 我都会等你 这本是一句关心的话 可小猫咪的脸上却黑云压尽 她觉得委屈极了 既然小姐想让她当护卫骑士 就不该说出这番话了 不是应该对她要求更严格吗 为什么不在她进步时夸奖几句呢 只用三言两语就打发她了 她每天都在努力的训练 连那位以严格著称的师傅 都不吝啬对她的称赞 您就不能多关心我一点 对我温柔一点吗 那我下次轻一点 哦不 其实我并没有冷落你 只是最近身边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 才对她有点疏忽 但绝不是失去了期待 正因为相信才愿意花时间去等 她只是不想小猫咪在训练中受伤 毕竟这是她最珍视的人之一 您知道吗 这些天我一直很想您 其实 我也一样 女孩花费了五天的积蓄 交换一张与精灵王相会的入场券 可这货刚被召唤出来 就气嘟嘟的 一副不爽的拽拽表情 等边三角形切过圆的时候 鸡和兔子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会被关在同一个笼子里 就像她也不明白 精灵王怎么又生气了 无奈伟大的精灵王 怎么可能跟你这种小孩子生气 那你怎么了 这样漠不关心的话 让谢尔皮德委屈极了 都拿后背对着她了 还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真是只白眼狼 为了她尽心尽力 可她竟然现在才召唤自己 实在是太过分了 看到颜值崩坏的某人 女孩悠悠叹了口气 对不起 我也不想这样的 可是出现了魔力枯竭的现象 怎么回事 是谁做的 想她堂堂精灵王 竟然困手在精灵界 整整五天十七个小时四十二分钟 所以到底是哪个滚蛋 阻止她出来吃美食的 只要主人说出来 她绝对要让那个人后悔投胎为人 还不是因为你 精灵王大大的眼睛 闪烁着更大的疑惑 根本意识不到自己错在了哪里 她微笑着陷入了回忆 就爱琳那天 希尔皮德用力过渡 耗尽了她所有魔力 可说到底还是自己太弱了 根本无法承受精灵王的魔法消耗 看到女孩明显是沮丧了 精灵王伸手揉了揉她的头 这是她希尔皮德亲自挑选的主人 所以不要自责 听你的实力 绝对有资格成为我的主人 听到这明显是安慰的话 她的心暖洋洋的 这暖流甚至还游到了脸上 磕磕绊绊的倒了屑 这才想起把精灵王召唤出来 是有正经试药板 她拿好弓箭 领着这个走起路来 一蹦一跳 不管看什么都新鲜的三岁小娃娃 来到了森林 等我射出去以后 你就在剑上施加魔法 打中前方的靶子 那现在不知说什么好了 让她加命中 结果全点到暴击上了 中了 但是靶子也没了 森林里的树都在颤抖 就怕下一个轮到自己 见此情景 精灵王得意极了 如果有尾巴 只怕要撬到天上去了 可意料之中的夸奖 不但没来 主人还嫌她力气太大了 难道强大也是一种罪过吗 那她可真是罪大恶极呀 看这一脸臭屁的老妖精 女孩也不知该拿她怎么办才好 所以还是尽量不要使用武力 多练练逃跑技能 已经跟约瑟青说好了 派人来教她骑马 可没想到来人竟是太薄 这只稚嫩的小猫咪也会骑马吗 小猫咪自豪的频频点头 现在骑士团的马都由她照看 为的就是这一天 亲手挑出一匹最乖的马 交给小姐 虽然这马很漂亮 但她还是大受震撼 没想到马的体型竟然这么大 看清她的害怕 泰伯翻身上马 做起了示范 小猫咪做得那么轻松 那自己应该也没问题吧 她兴冲冲的爬上马背 屁股还没做热呢 泰伯竟然也上来了 难道他们两个要共沉一计 嗯 这是为了防止您出事 要开始了 驾 马踢答答的响 暖风吹得人快醉了 有泰伯陪着 他不再害怕了 马跑得很快 把他的头发都颠散了 小猫咪嗅到沁人的花香 心跳都漏了几拍 与他一同陷入狂颠的 还有身下的马 他被蝴蝶吓到了 泰伯一边安抚着马 一边紧紧搂住身前的女孩 等场面恢复平静时 两人却滑入了漫长而持久的尴尬 多亏了月四卿 来叫小猫咪回家吃饭 才为今天的闹剧 画上了休止符 您没受伤吧 当然了 你不是一直在周围看着我们吗 离得那么近 连傻子都能发现 只是小猫咪的注意都在自己身上 才没看到 被拆穿了 月四卿只能大方承认 没错 他就是明里观察了 把小姐交给一个身挂担子 他实在放心不下 放心吧 有泰伯在 而且我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 是啊 小姐不再是当初那个小哭包了 她不能再用那样笃定的语气说 您不用伤心 一切有我 她老了 而她也长大了 已经长成一位成熟稳重的贵族小姐了 只是有点可惜 她可能不再需要她的保护了 逆袭成为女神后 女孩的世界都颠覆了 不但全家态度大变 就连桃花都开得更鲜艳了 可美貌终究招致了祸患 两个男人就要为她决斗了 西维雅 这个臭女人 穿着性感紧身衣就过来了 是想勾引男人吧 说什么 有本事再说一遍 这是性情甜淡的二哥 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与人发生冲突 这个人扎得真是该死 明明占了眼福还要诋毁 现在不流行裹小脚了 怎么就有人开始裹大脑了 赌上茗玉跟这种人决斗 简直是在拉低二哥的格调 他想冲上去阻止这场闹剧 却被加布里一把拉住了 你冷静一点 还是把这件事情交给凯特勒吧 不行 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事 他要亲手击败那个人渣 让他跪着道歉 嘴贱男现在已经慌了 他没想到自己随便开开嘴炮 竟引来了这样一场无望之灾 他更想不到的是 那个女人竟然还不顾廉耻 亲自下场了 能把刚刚的话再重复一遍吗 看着吱吱呜呜半天帮不出一个屁来的男人 他更生气了 这种只会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人真是恶心至极 算了 既然不想说 那我给你一个道歉的机会 道歉 凭什么要我跟一个狐假虎卫的女人道歉 很好 这个男人成功的再次激怒了他 我西维亚 亚特兰特 现在要挑战切尔布男爵 这新潮的剧情挑起了吃瓜群众的兴趣 人群一时热闹了起来 这不比勃然 可戏中的男主角却在嘲笑声中悄悄正红了脸 迫于形势 他只能无奈的硬沉下来 已经有人在嘲笑他 是个不敢跟小女孩决斗的软淡了 但正面刚 欢迎输了怎么办 他在等着女孩跪下道歉 据他所知 贵族小姐中 没几个能拉得开工的 更何况这个废物西维亚 没问题 正合我意 女孩自信满满的走了 二哥却不放心的追了上来 一开口就是喝止 你疯了吗 万一受伤了可怎么办 你生什么气啊 一直以来 不管原主受到多大侮辱 这个所谓的二哥哪一次不是袖手旁观 怎么 现在突然良心发现 想当一个好哥哥了 又或是怕他辱墨家族的名声 随你这么想 但我不许你跟他决斗 就算男爵是个废物 也比没有狩猎魔物经验的妹妹强 他不想看见妹妹受伤 开幕仪式的号角吹响了 女孩毫不留情的转身走了 不知是不是错觉 他好像听见妹妹到了线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为我出头 今天是举行狩猎大赛的日子 他们全家不得不被迫大团聚 在马车上的时候 他还在想 如果全程都跟这个人待在一起 肯定会憋死 但现在看来有个哥哥也不错 姐姐 这个给你 这是他祝愿姐姐奇开得胜 特意秀的手帕 谢谢你了 艾琳 看着帅气逼人的姐姐 艾琳禁不住羞红了脸 虽然平日里就典雅大方 但今天更是有一种 英姿萨爽的感觉 他坚信 姐姐一定能拿下冠军 有精灵王的帮助 西维亚渐渐不落空 不一会儿 射中的魔物就能破最高纪录了 打败那个人渣男爵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就在他准备回去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地狱犬 兽人 史莱姆 还有一大堆奇形怪状的东西 把他们包围了 虽然谢尔皮德能轻松打败他们 但可能会引起主办方的怀疑 就在他犹豫的时候 怪物已经举行大幅砍向他了 可块头太大 行动太迟缓 还没得手呢 就被人抢先一步解决掉了 殿下 怎么样 被我感动坏了吧 感动倒是没有 反而有一点点恶心 但在这个危急关头 他们却不得不并肩作战 两人一个近战 一个远程 配合得天衣无缝 还没抓过女王最经常呢 谢谢您了 殿下 可他没想到 这个不要脸的男人 竟然邪恩图报 要求自己在舞会上与他共舞异曲 这个家伙 对跳舞到底是有什么执念啊 未免引火烧身 他打算出言拒绝 可还没开口呢 就被一句话堵住了 在你回答之前先给你看看这个 一个翘峻的贵公子 驮着一个五花大绑的男人走远了 细看之下 马背上的男人张头鼠目 一副小人嘴脸 让人不禁感慨 鲜花怎么都喜欢扎根在牛粪上 而牛粪浑然不觉自己被鄙视了 因为他被人吓了尽致 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这都要怪那个幕后主使 他按照吩咐给魔物下了药 刚引到那个蠢女人的所在地 就被多管闲事的皇太子逮爆了 可这个满腹牢骚的男人并不知道 他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狂风过境 摧折万物 一如精灵王想捏死他的心境 看来是你的精灵震怒了 怎么可能 森林里有风 不是很正常吗 多凉快啊 看着主人拼命打马虎眼 老妖精这才意识到 他给主人添了麻烦 风平息下来了 直到皇太子的身影 变成芝麻那么大 精灵王才敢现身 真晦气 这小子眼神有的不正常 谁能入得你发眼了 你 童威姐妹 待遇却大相径庭 姐姐这里甜蜜蜜 妹妹却泡在枯海里 她刚要去参加茶花会 就被索菲亚公爵夫人拦下了 一开口就阴阳怪气的 拿绑架的事大做文章 我很担心 此事会不会影响到 艾琳小姐的名声啊 谢谢夫人的好意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如何 但肯定跟以前一样 受人喜欢 扇子后面 公爵夫人几乎快把一口银牙给咬碎了 真是跟那个傲慢无礼的小贱人一模一样 看了就倒进胃口 本想靠着买通的侍女 找到西维亚的弱点 可弄来的都是毫无价值的情报 白白浪费了一大笔钱不说 还被皇后娘娘记恨上了 今天可是个一雪前耻的好机会 说不定就能用艾琳把西维亚引过来 想到这儿 她不由分说的把艾琳架走了 等小天使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声陷魔窟了 她根本插不上话 这里都是上了年纪的贵妇 而且也不怎么说人话 脸上的肉倒是碱了 但厚脸皮的本事还是天下第一啊 对了 她好像还跟男爵决斗了 为了引人注意 连这种事都做 听见众人这样污蔑解禁 她想大声反驳 可生性软弱的她 却不知如何开口 就在这时 魔物一开开口了 养尊处妖的贵妇们四散而逃 简直比难民还狼狈 体态纤细的艾琳根本不是对手 两三下就被撞翻在地 睁开眼时 魔物寂寞 她抢脸心神 想象着如果换作是姐姐 她会怎么做 小姑娘坚强起来了 手心凝聚出一颗火球 朝怪物丢了过去 起料歪了 魔物更生气 艾琳也绝望了 如果是姐姐 肯定早就干掉眼前的魔物了 自己可真是个废物 艾琳快过来 女孩一箭射出 魔物直接原地炸了 帝国强者恐怖如斯 多亏了你的魔法 我才能干掉她 艾琳 你实在是太棒了 看着强大的姐姐 她总算是安心了 终于不用故作坚强了 艾琳嚎啕大哭 她把妹妹揽进怀里 抚摸着那头柔软的金发 一下又一下 乖 已经没事了 我的妹妹最棒了 安抚好妹妹后 她开始着手对付魔物了 虽然魔法道具挡住了那些小怪 但对强大的魔物 并没有什么效果 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要冲破防护罩了 但是没关系 因为魔物聚在一起 就能一举歼灭了 在一人一非人的通力合作下 场上的魔物一扫而空 而她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手指都被弓弦割破了 再不处理的话 伤口都愈合了 药来了 让我看看你的手 公爵也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 按住她的肩膀 不能这么浓猛了 这一个两个都怎么了 一起吃做药 难不成是食物中毒 由于突发状况 比赛提前终止 直接进入闭幕室了 女孩激动坏了 听说狩猎大会的冠军奖金 跟大乐透一等奖差不多 如果能拿到就发了 现在开始发表狩猎大会的获奖者名单 第三名是拿到五百六十六分的肯尼斯殿下 听到这儿 他就知道自己肯定没戏了 第三名都比自己高了八十四分 而二哥比他高了一百多分 竟然只拿到了第二名 拿下冠军的到底是何方神圣 最后此次大赛的冠军 皇族道谢的方式 女孩总算是领教导了 老子刚刚亲手给他戴上月桂冠 晚上儿子就来找茬 要砍他的头 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都到哪儿去了 他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能拿到第一名 国王为表彰他做出的突出贡献 直接给他追加了一百五十分 最终 他以六百三十二分拔得头筹 在一片欢呼声中 他迎来了自己的荣誉 也得到了套牢自己的枷锁 谁规定冠军必须得参加赛后举办的宴会啊 他只想快点回去看看奖励是什么 虽然这里景色不错 又有帅哥美女养眼 但想看这些的话 找个挂礼不就行了 何必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呢 西维尔小姐 那个阴魂不散的家伙又出现了 不出所料 是来逼他履行承诺的 不同的是 这次他的态度十分坚决 甚至以侮辱皇族罪相要挟 鬼知道这人是不是知道他是个法盲 就编了条法律来糊弄他 虽然也有别的解决方式 但满足他的要求 无疑是最简单的办法 西维尔小姐 能请你跟我共舞一曲吗 好 但仅限这一次 音乐响起 两人步入舞池 一下子就把众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 而属于这场舆论风暴中心的两个主角 根本就不在意 他们正在讨论着这次比赛中的种种蹊跷 没一会儿 两人就达成了共识 有人在幕后捣鬼 而真正的目标 就是皇太子 好不容易共舞一曲 能不能别讨论公事 先把舞跳完再说 好吧 但很遗憾 曲子已经结束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 他明明记得这首曲子很长 虽然很想再跳一曲 但远处那两位看得他实在是不自在 女孩循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一下就脸色爆红 丢人都丢到姥姥家了 好在宴会晚上再没出什么幺蛾子 在贵族小姐们仇视的目光中 他总算是能功成身退了 西班牙小姐 我们下次再见 这次狩猎大赛 弄得他浑身酸痛 一睁眼 马上就做起了拉伸运动 姐姐 我把药拿来了 凯特勒哥哥说你今天肯定会不舒服的 凯特勒 那个便宜二哥 怎么突然想跟他搞好关系了 姐姐 你可以陪我去慈善活动吗 慈善的事情 他已经听说了 妹妹年纪虽轻 但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可他想不明白 爱琳为什么非要叫他一起去 因为 我不能看着大家对姐姐出言不逊 黄太子的生日舞会后 他拒绝了所有的邀请 大家都说他是个傲慢无礼的人 他自己倒是没放在心上 可没想到妹妹竟然这么在意 反正我那天很闲 就当陪你逛街好了 妹妹的笑容灿烂极了 让人一看就心生欢喜 但这么一个可人说出来的话 却差点把他送走 您和殿下偷偷订了婚 为什么没告诉我一声啊 他没想到这些人脑补的功力 竟然如此深厚 只是跳了支舞 就把订婚的桥段都安排上了 再不澄清 过两天是不是连孩子都有了 我跟他绝对不可能发展成恋人关系 送走了心满意足的妹妹 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奖品 贫穷还是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用大乐透一等奖来形容 简直是对这些财宝的侮辱 这得值多少个小目标啊 而且五花八门的什么品类都有 这罐果谱就送给爱吃甜食的贝尔 这颗宝石真漂亮 正适合爱玲 怎么还有武器 看着有点眼熟 文书上记载 它是封魔的魔法道具 剑形的魔法道具 这倒是新鲜 可听完贝尔的解释后 他就笑不出来了 虾夫磨了三种魔法 但与他配对的另一把剑丢失后 就只能使用一种了 皇家真是空门 这种残刺品也往外送 唯一能用的魔法还是风暴鼠 他都有金灵王了 要一个终极的风系魔法有毛用啊 卖给别人还挺可惜的 他突然灵机一动 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你好啊 泰伯 这是魔法剑 帅吧 送给你魔法剑 小猫咪一头雾水 他还不会使用魔力 就更别提魔法剑了 没关系 早晚会学会的 我先示范给你看 随着女孩的挥动 风声剑起 裙摆飞扬 不管是人还是剑 都耀眼极了 泰伯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这把剑 视若珍宝 与此同时 公爵府里的珠子 发出了耀眼的红光 情贸工会 既想黑吃黑 女孩一个AOE 就将所有蒙面人都放倒了 就凭这点实力 还敢在我面前放肆 他今天是来拿调查结果的 刚进屋 精灵王就提醒他 天花板和地板下 藏着很多蒙面人 虽然透着古怪 但他可不想多管闲事 拿到资料后 他就要撤退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跟狂信徒 是什么关系 剑会长成功压制住了女孩 隐匿在暗处的蒙面人 开始磨刀霍霍了 他们想不明白 会长为何如此大费周章 这样细胳膊细腿的小姑娘 一刀就能解决一个 看着一个回合都不到 就醋了的同伴 会长大受震撼 他忍不住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冤枉了他 毕竟谁都不希望 与强者为敌 你为什么 我让你说话了吗 你为什么想害我 男人慌了 他好像真的搞错了 女孩一直态度 坚决的否认着 神情不似座位 这实在是件好事 他可不想扯进这桩阿扎事里 狂信徒以活人为祭品 召唤恶魔 坏事做尽 可眼前这个姑娘 好像还不明白事态的严重性 狂信徒想开启新一轮的黑暗时代 黑暗时代 这四个字就像往进他的脑子 在头痛中 他陷入了昏迷 恍惚间又看到了那群黑袍人 他们举着匕首 刺进了西吴亚的胸膛 世界重归混沌 黑暗中好像有谁在注视着他 用陌生又熟悉的嗓音说着什么 靠着我的帮助 你才能回到过去 所以 答应我的事 女孩睁开眼时 好像还能感到胸口传来的鱼痛 她不知道那是梦 还是遗忘的记忆 你醒了 给 男人丢过一个厚厚的袋子 里面装的是项链 与狂信徒的资料 他实在是没想到 一条不起眼的项链 竟然能惹出这么多事来 他又暗暗庆幸 终于知道 是谁要对大哥不利了 男人又丢过来一封信 这是第二条委托的结果 丹尼尔在读过信后 拜托他们转交回来的 西北亚 看来 我得给他买点礼物了 回来后 精灵王就蹲在地上画圈圈 怎样都不肯回精灵界 逼问下才得知 这个老妖精竟然在自责 他怀疑是自己透支了魔力 害得主人又晕倒了 我是不是在拖你的后腿 低垂直头的西尔皮德 身上有黯然的气味 他蹲下来捧着那张 以桀骜作装的脸 放肆 你做什么 你没有拖后腿 我反而觉得自己太依赖你了 他又哄了好一会儿 直到以美食做 精灵王才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赶走了这个低气压的制造者 他总算是有着心思看资料了 狂信徒通过献祭获得力量 人称黑魔法师 在帝国一经发现 就会处以急刑 幻想中的那些人 应该是狂信徒 一提到黑暗时代 反应就这么大 看来得好好查查原主 说到调查 他又委派了三个任务 找到巨厄拉新 和加工西格拉木草的 开创者的行踪 还有一把黄氏遗失的短剑 虽然小猫咪很喜欢他送的礼物 但那把剑不完整 要送就送完整的 不能像黄氏那样 抠抠嗦嗦的 爱玲小姐邀请您共进晚餐呢 她说一个人有点孤单 在原主的记忆里 这家人就没在一起 好好吃过饭 她一直以为 这是西维亚自身的原因 可没想到 表面光鲜亮丽的家族成员们 其实每一个 都是孤单寂寞的可怜人 爱玲 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 只要姐姐能来 让我等多久都可以 长长的餐桌上 摆满了蒸羞 看起来就很好吃 但更重要的是 陪她一起吃饭的人是妹妹 爱玲就像只欢快的小麻雀 一会儿低声询问 姐姐送的宝石 该做成什么手势好 一会儿又兴高采烈地拉着她 敲定慈善活动的细节 那明天早上九点 你可别忘了陪我去神殿 我得到了新情报了 没想到 家里竟然有只老鼠 你是内奸 女仆瑟瑟发抖地跪在地上 面对铁证 她无从辩驳 得罪了亚特兰特家族 她知道 自己这辈子完了 你想不想小赚一笔 帮我把假情报卖给对方 怎么样 女仆跪在地上 敬后着主人的宽恕 神色中透着几分得意 哼 西维亚真是心软 还不长脑子 管家 按家法处置 女仆奋力反抗 她不明白小姐 为什么出尔反尔 自己明明已经按她的吩咐做了 但她想必是误会了 从头到尾 女孩都没给过她任何承诺 做出这种事情 还想让我原谅你 马车已经等在门口了 今天是去神殿的日子 有了前车之鉴 公爵可不敢再让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单独出门了 她精心挑选了护卫 保护女儿们的安全 上了马车 妹妹的笑就没停过 好久没跟姐姐单独出来玩了 爱玲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能让我跟神官一起照顾病患吗 妹妹很惊讶 这个工作十分辛苦 很少有人愿意做 慈善大会上神官会用神之力量治疗患者 这种力量能瞬间治愈不治之症 病入膏肓的患者会在今天一拥而上 贵族小姐们怕沾上晦气 每次都躲得远远的 她明白妹妹的担心 却又不得不这样做 昨天她通过侍女传递了三个假情报 第一 她强迫爱玲照顾患者 第二 她计划在治疗过程中使用魔法道具 第三 她此次的目的是想要获得圣女称号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在大家称赞她的时候 那个人一定会跳出来试图找到魔法道具 站在道德制高点谴责她 随后她就会用准备好的东西 好好反击对方 小姐 我们到了 欢迎两位小姐到访中央神殿 我是神官 艾奥里尔 领取工作的时候 姐妹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救治患者 见她面生 神官也没指望她能干活 只希望她别添乱就行 神官大人 我想提个建议 你能不能用她来治疗轻症患者 这是治疗系的魔法道具吗 神官已经开始生气了 这位小姐就没点常识吗 这种东西只能用于急救 会透支患者的生命 您误会了 她没想到 神官的眼力竟然这么差 这是一件储存系魔法道具 用它储存神之力量 工作效率就能大大提高 不就能早点回家躺着了 神官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这种东西简直闻所未闻 但耐不住女孩的软磨硬泡 她决定冒险一试 何况能早点回家 岂不美哉 不过眨眼之间 病痛就全都消失了 男人不禁开始怀疑 是不是见到了传说中的圣女 比她更激动的是神官大人 她已经被女孩收鞭挥下 成了新一日迷地 与此同时 西维亚用神之力量 救助患者的消息不禁而走 公爵夫人亲敏了一口红茶 杜家小姐 您不喝茶吗 带她去西维亚小姐那边吧 此时被她惦念着的那个女孩 正在给神官大人讲解魔法道具的使用 艾奥里尔深深蛰伏了 她见过太多贵族小姐了 那些人都是来敷衍作秀的 但西维亚不一样 她不但聪明 还可以面不改色地整理 带有血迹的绷带 积极搀扶那些行动不便的患者 从未露出一丝嫌弃之色 神殿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西维亚小姐 你要不要来神殿工作 女孩果断拒绝了 找工作可不是她的目的 她是来钓鱼的 西维亚小姐 有人中毒了 看着满脸写着挑衅的公爵夫人 她笑了 看来鱼儿上钩了 躺在地上的女孩已经神志不清了 毒素正在迅速扩散 再不治疗就要出人命了 可公爵夫人却把神官大人撂在一边 指明道姓让她出手 好啊 那就如你所愿 西维亚小姐 等一下 女人一把抓住她的手 逼她把掌心的魔法道具露出来 大声指责她 为了出名 脸都不要了 和她想象的剧本几乎分毫不差 这只是储存神之力量的道具罢了 见女孩如此冷静 公爵夫人已经慌了 神官大人还看热闹不嫌事的 在一旁连身附和 虽然想不明白 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脱离掌控的 但她知道 再待下去绝无益处 正想灰溜溜的走掉 却被挡住了退路 既然患者已经痊愈了 是不是也该查查下毒的凶手是谁了 哥哥太热情怎么办 刚照面就是火辣一吻 女孩进不住后退一步 心中默念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施主请自重 可大哥根本意识不到 自己颜值的杀伤力 看着他嘴角缓缓上扬 这一笑 便是惊艳到了整个时光 看着秀色可参的哥哥 他时不下咽 大哥瞪时就急了 许久未见 妹妹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不行 得加餐 女孩子嘛 蓬松一点才可爱呀 挑了一个最肥瘦的鸡腿 就往妹妹嘴里塞 他总算是知道 园主为什么会碰成那个样子了 有种饿 叫哥哥觉得你饿 关心完妹妹后 大哥开始分发礼物了 这是他在探索遗迹时 用到的道具 如果有周围蕴含魔力的武器 就会发出光芒 可以用来提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两个妹妹都欣喜的到了线 可弟弟却拍桌站了起来 哥哥 您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 身为大魔法的徒弟 却半点作为也没有 不但不承担家族责任 还在外漂泊了三年之久 现在竟然还想靠一点迎头小利 来收买我 面对他的责难 丹尼尔一言不发 凯特勒冷哼一声 悚悚的转身走了 西维亚不禁皱起了眉 二哥的脾气可真臭 怎么看都像进入了青春发育期 叛逆 殷勤不定的 只是这青春期来的未免也太晚了吧 这年纪放在普通人家里 娃都升级答了 父亲也沉默着起身 爱玲出身挽留 他想也不想的拒绝了 已经浪费不少时间了 这奇妙的父子关系 让人直呼看不懂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吃了顿团圆饭 却闹了个不欢而散的结局 兴奋的小麻雀 转眼就成了双打的茄子 咽了巴基的 丹尼尔联系的揉了揉妹妹的头 父亲不善于表达感情 他只是在口是心扉罢了 也不知是在安慰妹妹 还是在安慰自己 一回屋 西维亚就不顾形象的 瘫倒在沙发上 那压抑的氛围 差点没把他憋死 刚刚那一幕 他还是想不通 凯特勒见到哥哥 明明就很高兴 为什么还要吵架 虽然不清楚原因 但他就是坚信 大哥一定有自己的苦衷 他端详着丹尼尔送的礼物 想着那祸人的颜值 不禁有些陶醉了 就在这时 手中的魔法道具 突然亮了起来 女孩慌了 难道有人要对我不利 跟随着魔法道具的感应 女孩走到了书桌前 他一拉开抽屉 就看到了花一个铜币买的剑 正散发着射人的光彩呢 他莫名觉得 这把剑有点眼熟 正打算到魔法道具店 鉴定一下 门就被敲响了 我们能谈谈吗 这深更半夜的 影响不太好吧 可对上那张脸 谁能说出拒绝的话呢 反正他西维亚是不能 一进门 大哥就开门见山的发问了 西维亚 那条项链 是从哪弄到的 剑哥哥明显是误会了 女孩手无足措的解释起来 把偶遇狂教徒的事 细细讲述了一遍 大哥一听 邓氏就急了 你为什么要出手 万一受伤了怎么办 虽然明知道 大哥是在关心自己 但他还是觉得被轻视了 只好亮出自己的底牌 可精灵王本人 似乎一点都没有 做人靠山的觉悟 依旧那副吊儿郎当的浑蛋样 真是想夸都夸不出口 看着陌生男人 出现在女孩的房间里 谢尔皮德 莫名有些不爽 呼呼地鼓起了风 是要把那个野男人的发型搞乱 有了狂风的加持 女孩吹牛 也有了几分底气 我现在是精灵使者 而且我的灵力很强 就算遇到了狂教徒 也绝不会落败 一定能帮到哥哥的 可大哥还是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 就算妹妹再强 可他年纪还小 无法承担这种重任 或者说他根本不希望妹妹挑起这副担子 脏活累活交给我就行 你们只要幸福就可以了 两人各持己见 夜深了都没吵出个结果 轻轻合上门 丹尼尔无力地倚在门上 回想起很久以前的事 那时他还很小 母亲卧病在床 他守在母亲床前 也曾那样任性地嘶吼过 妈妈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那时他是怎样回答的呢 好像跟自己回答的一样啊 你在妈妈眼里永远都是孩子 所以你只要幸福就可以了 那个说要保护他一辈子的人 现在在哪里呢 看着哥哥远去的寂寥背影 西维亚暗暗决心 要凭自己的力量调查出个结果 就在他要出门的时候 贝尔烧来了口信 神殿派人来送东西了 西维亚高兴极了 他知道投毒案有进展了 女孩一到情报公会 就被会长按到了沙发上 想要我帮你做事 那就用你自己来偿妇吧 急色的样子 还不及草药哥哥万分之一的可爱 在收到神官送来的东西后 他就急吼吼地出门了 那是装有毒药的玻璃瓶碎片 在将公爵夫人收监后 他就一直秘密监听着 果不其然 顺着公爵夫人这根藤 就摸到了皇后这个瓜 他现在不但找到了幕后黑手 还把本该销鬼的证据 牢牢攥攥在手里 那个背叛的女服 也被积压在地牢里 只要对方再有小动作 就让他连本带利的偿还 不过证据还不够完整 为此他来到了魔法道具商店 拜托店家把玻璃瓶复原 还复刻了一个瓶子 顺手也把魔法剑送去维修了 看着主人一通忙活 将自己视为空气 精灵王急了 喂 你忙完了吗 我们去吃美食吧 他已经困手在精灵界很久了 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 都在渴求着山珍海味 面对巨型犬的撒娇 女孩却不为所动 等一下我还有件事没办完 看着精灵王失落的样子 他也于心不忍 但现在危机四伏 只有主动出击 才能保有一线生机 女孩来到了草药店 想让店主帮忙查看一下 瓶子里毒药的种类 可皮德尔只精通草药 对毒药却是一窍不通 不过没关系 虽然灵力不够 但咱人脉广啊 他为女孩介绍了一位毒药大师 还神秘兮兮的说是个旧相识 女孩按照地图 来到了指定的店铺 刚打开门 就被一道小小的身影抱住了 定睛一看 原来是魔法暴走的那个小女孩 小姑娘喜笑颜开的把小姐姐介绍给哥哥认识 可草药哥哥一见到女孩 就扑扑一声跪下了 您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 谢谢您救了我妹妹 这区区一跪 还不足以表达他谢意的千万分之一 只要恩人开口 让他下地狱都没问题 于是女孩也不再客套了 开始直奔主题 能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毒药吗 草药哥哥拍着胸脯保证 绝对圆满完成任务 只要恩人高兴 就一辈子做牛做马 他都愿意 妹妹是他活下去的动力 却突然得了怪病 他翻阅医书 尝遍了白草 甚至都凭借着研究成果进入了书院 可还是对这怪病束手无策 女孩听着听着 突然眼前一亮 二十多岁的男性无名士 研究各种药草 难道他就是研究西格拉姆草加工法的人 翻阅了草药哥哥的药谱后 他就更主定了 要不要跟我共事 我可以支付一大笔钱 让你施展才华 还会找人照顾你妹妹 你只要帮我研究药方就行 本以为要费很多口舌 才能将这个天才收为己用 可没想到 男孩竟然斩钉截铁的答应了 这大概就是个人魅力吧 都到情报工会了 他还在傻笑呢 没办法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看着神情严肃的会长 他不禁有些得意 大陆第一的情报工会 效率竟然还没我高呢 会长面色有些发青 顾客竟然摇身一变 成了抢饭碗的同行 这日子真是越来越难混了 见会长神色不奋 女孩也懂得见好就收 毕竟他也不是为了炫耀才来的 而是有正经委托 帮我查查 狂信徒为何要呆尼尔的命 会长咧嘴一笑 突然来了自信 不用调查 我现在就能告诉你 是吗 那你要多少钱 我不要钱 这次的委托金 就用你自己来偿妇吧 郑主还没生气呢 精灵王就发威了 会长满脸冷汗 赶快重新组织语言 别冲动 我只是想要西维亚的情报 作为最强情报组织的首领 他还是第一次有查不到的情报呢 一个人人厌弃的肥胖宠女 到底使用了什么能力 竟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算是出于个人原因 他也十分好奇 我提出三个问题 你回答哪个都行 作为交换 我会提供你需要的情报 在得到女孩的首肯后 会长率先交了顶 在这短短的描述中 西维亚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大哥 原来考古只是个幌子 他真正的目的就是铲除狂信徒 为母亲报仇 而狂信徒眼中血统至关重要 亚特兰特一族就是最上等的祭品 而婴儿未被尘世污染 更是上品中的上品 公爵夫人怀孕以后 那群狂信徒就一直想绑架他 却屡屡失败未能得手 可那些丧心病狂的混蛋 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给公爵夫人下了诅咒 让他当了十四年的睡美人 丹尼尔追杀狂信徒 除了报仇 就是想要找到破除诅咒的方法 好了 我说完了 该到你了 女孩转生成了人人厌弃的肥胖宠女 觉醒精灵神力后 摇身一变 成了窑条淑女 不但全家态度大变 把他宠上了天 就连花美男也买一送一似的 上杆子倒贴 这个破了像的美男子 就是其中之一 委托他帮忙调查 可他竟然连委托金都不要 只想了解他内心深处的秘密 这买卖能做啊 你想知道什么 你用的是什么力量 精灵 你过去的交奢淫义 都是在伪装自己吗 没有 那你为何突然发生了这么大变化 我也不清楚 他没想到 迷地的钱竟然这么好赚 只用了九个字 就换得了价值五代金币的情报 真是赚大发了 可一想到糟心的现实 他就乐不出来了 自己为何会穿到西维亚身上 记忆中的狂信徒 祭品 恶魔 还有原主最后的那句话 到底代表着什么 虽然每个问题都没有答案 但他敢肯定 只要顺着狂信徒这条线索查下去 就能探得事件背后的猪斑因果 建筑人面露玉色 精灵王心疼了 你没事吧 需要我帮忙做什么吗 天气燥热 希尔皮德怀疑主人是中了鼠 凑到他耳边 轻呼了一口气 清凉的风意 裹挟着好闻的味道 拂过他的前额 掠过山岗 婆杀阵阵 避空如洗 点亮了他霍人的容颜 望得人心神不宁 好痒 你不喜欢这样 感觉很凉快 你继续吧 如果累累的话 今天就回去吧 希尔皮德懂事的让人心疼 他都好久没出来了 今天说什么也得让他饱餐一顿再上路 看着一家店的门前排起了长龙 他直觉那应该是家名店 去那吃饭吧 相信我 没错的 啊 那不是餐厅 是赌场 一提到赌场 他就来劲了 以前他可是常客 人生苦短 想赚大钱 其实也没那么累 今天就跟我好好玩一场 卷走这些混蛋的步伐收入吧 我会有能力操纵头子 你只要选红色二点就可以了 女孩懵了 这还是他认识的精灵王吗 这是在诈骗啊 难道他的良心不痛吗 良心 那东西值几个钱 活了几千年 他早都看透了 只有最狡猾的骗子 才能成为赢家 这是永恒的真理 精灵王尽是个老千王 一见到赌场 就摩拳擦掌的跃跃欲试了 还拉上女孩 说要带他去赚大钱 孩子只是爱玩 他有什么错 可西维亚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最狡猾的骗子 才能成为赢家 这算哪门子的真理 退一万步说 就算真有 怎么能确保他的正确性呢 我的前契约者 教会了我赌场的规矩 和这个世界的真理 妈的 他的前契约者到底是什么人 说什么人生的目标是爱情 以为自己在拍电视剧吗 就知道灌输奇怪的思想 也不看看这孩子都傻成啥样了 看来跟精灵王签订契约的人 都有点特殊 你看 这些人已经开始互相欺骗了 希尔皮德兴奋的指给主人看 这个人刚刚在袖子里藏了一张牌 那个人偷偷换了张牌 这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在偷偷出老千 旁边这桌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扎 两个人同时出了老千 却在互相指责推诿 到处都是一派乌烟瘴气的景象 最终闹事的人被警卫带走了 女孩眉目微醋 正想带着那只撒欢的金毛离开 就触发了隐情剧情 她从路人的嘴中得知 这家赌场竟与皇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时间薪酬旧恨全都涌上心头 这还不搅她个天翻地覆 希尔皮德 这东西怎么玩 赌场里的人今天全都开眼界了 小姑娘面前的筹码都快堆成山了 不但从头赢到尾 赢到的钱都可以破纪录了 而且她身上还没有魔力气息 难道全凭运气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喂 我们老板想见你 老板 哼 我才不见呢 你瞎了 没看见我还在玩吗 客人 如果您不去的话 就要上黑名单了 好吧 那我们走 别忘了把筹码换成钱 等会我要拿走 走在路上 她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太高调了 一听说这个地方跟皇后有关 她就想着收敛自己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她已经用魔法道具改变了外貌 应该没人发现她就是西维亚 一打开房门 服务生就大惊失色 她的老板竟然被一个奇怪的男人揍趴了 倒在地上生死未卜 西维亚冷汗都冒出来了 这个危险的男人不正是大哥吗 金灵王这人能处 有钱他是真拿 女孩都快被晃瞎了 也只能夸一句 干得漂亮 他来赌场是为了搜集情报 没想到竟然玩脱了 不但被老板请去喝茶 还撞见了大哥不为人知的一面 那张温柔明媚的脸 此刻竟招摇着一丝颓迷的残酷 阵阵嗡鸣声后 她与掌心凝出了一道魔法 只指长女孩砸了不起 剧想过后满是狼藉 西维亚愣在了原地 这真的是那个把她捧在掌心的大哥吗 防护罩 没想到还是个高手 算了 先把你打到趴下再说吧 那晃眼的三重魔纹 让她再次受到了惊吓 天才到这个地步也太离谱了吧 但现在可不不发呆 再这么搞下去 就要被轰唇喳喳了 生死存亡的关头 她拔戒指的速度都快了几分 丹尼尔哥哥 是我 丹尼尔大吃一惊 连忙收手 却难逃妹妹的控诉 她的难过从心底溢了出来 浓稠的哀伤 荡了荡 找不到可以栖息的土地 就在这时警报响了 大部队眼见着就要杀进来了 她愁口的猝起了眉 小声的咚弄着什么 可恶 还没找到想要的东西 那道落寞的身形 印在她的眼里 刻进了她的心里 她勉强撑起魔法罩 那是送给大哥的保护伞 快把剩下的事做完 追兵已至门外 帮门被拍得震天性 丹尼尔终于找到了所求之物 希尔皮德也收获扑风 契约者 我去金库帮你拿钱 但不知道该拿多少 这全拿来了 会完 防御罩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大哥抱着她 一个瞬移 就来到了她的秘密基地 手里的热可可 欲贴着她的心 营绕的热气 都快把她的眼泪轰出来了 恍惚间她觉得大哥还是那么温柔 可那沉沉如水的嗓音 偏要把她拉回残酷的现实 西维亚 我说过不许你参与进来 毕竟 您是想说我还小吗 女孩的怒火涌了上来 为什么要隐瞒呢 有什么秘密是不能跟家人分享的 二哥知道这件事吗 他不知道 怪不得他那时会发火呢 他终于能体会到凯特勒当时的心情了 女孩的家族被狂教徒盯上了 为了守护家人 大哥选择独守秘密 负重前行 只要你们幸福快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哥哥 你要记住一件事 有些事 就算是为了家人也不能瞒着 要好好沟通 就算偶尔出现矛盾 也要努力化解 房间重归寂静 丹尼尔的心却躁动难安 难道他一直以来的行动 反而让家人暴露到了危险当中 在他跟西维亚差不多大的时候 也同样质问过父亲 那时他收到的是怎样的回答呢 你不用管这件事好好上课 准备当下一任公爵吧 可现在他竟然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妹妹 就算说自己自私也无所谓 他虽是所有恶的代名词 可一看到妹妹就想守在他身边 陪他看日出日落 西维亚一回到宅邸 就忙得团团转 但他没忘了跟草耀哥哥的约定 立刻招来管家贯彻落实了 依据契约 他会送德尔塔重回学院 并支付学费和生活费 只要再把他的妹妹托付给管家 就万无一失了 对了 关在监狱的女仆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事 我们该如何处置他 好好看住了 今天可能会发生一些事 我会用到他 处理完这些损事 虎视眈眈的贝尔就扑了过来 开始为他梳妆打扮了 今天要在皇宫举办茶花会 这可是跟皇后谈判的大好时机 收拾亭档后 他气定神闲的走了门 立马收获了老父亲的肯定 西维亚小姐 您真是太美了 西维亚害羞的倒着谢 正准备出发 却猛然发现小奶猫入定了 怎么了 难道是因为我太漂亮了吗 看完笑的 真的好美 即使见多识广 这剂直球 还是让她的老脸红了 我没听错吧 西维亚 好美 我的意思是 裙子很美 等一下 您一点都不美 你刚才不是说我很美吗 看到这个混小子对小姐不敬 约瑟按下决心 要把她的训练强度 再增加十倍 可下一秒 她就后悔了 抓着我的手 别摔打了 哎哟 你小子变绅士了 唉 想多了 小姐笑得那么幸福 有什么可担心的 好吧 训练强度只增加四倍 什么是人比花娇 她只是静默的立在那儿 就有万山不可抵挡的艳色 见到此等美人 公爵夫人也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感谢你能参加茶花会 希望你玩得开心 放心 我肯定会玩得很开心 落座后 两人都不再作声 公爵夫人这才把心放回了肚子里 很安静嘛 不像是来找茬的 但她好像高兴得太早了 您有没有向杜家小姐道歉 道歉 凭什么 因为是您给杜家小姐下的毒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看来您还没死心呢 她不是法官 没必要揪着这坨东西不放 不过垃圾放久了会有臭味 为了其他人着想 应该及时清理才对 更何况 那个人还是人命如草剑 随时都有在动手的可能性 公爵夫人 不知道茶 合不合您的胃口 看着滚动的小药瓶 公爵夫人的瞳孔都开始地震了 那种东西不是早就处理掉了吗 一想到里面装的东西 她的面色就急速挥败下去 快帮我交神官 我喝了有毒的茶 快点 即使现在就联络神殿 也要等船送门展开 等神官来 她都凉透了 对了 不是还有那个 快把魔法道具交出来 我不想死 对不起 我没拿魔法道具 这个臭女人 画里的茶味都溢出来了 公爵夫人抓起茶杯 就纷纷地砸了过去 却被一只寒玉般的手接住了 您这是做什么 被这恐怖的眼神锁定 公爵夫人瞬间就苍老了几分 一时间更是喘不上气了 万幸的是 神官赶到了 一看到救星 她就哭喊着飞扑上前求救去了 经过了缜密的诊断 神官断言 这个女人不但没有中毒的迹象 身体状况还特别好 公爵夫人满满地不敢置信 那毒欲水就溶解 杀人于无形 这用意肯定是误判了 那毒是进口货 只要仔细检查的话 您怎么知道 她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掉进了西维亚设下的圈套 但为时已晚 搜查官已经接到了检举 不但有物证 还有一个污点证人 公爵夫人 我们现在要正式逮捕您 只要老婆娶得好 头上的颜色少不了 皇后落寞地吐着烟圈 心中满是愤恨 怎么就挑了个猪队友呢 那个蠢货 很快就会被公开审判 到时候 她一定撇不清关系 天下 女孩刚拉开门 就收获了三个美人 大家怎么都过来了 上次不是说 要帮你做入学准备吗 姐姐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吧 一起去吧 没问题 桌上摆满了美食 丹尼尔却有些食不下咽 就在刚刚 他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我想告诉你们 这段时间我在做什么 故事很长 希望你们能耐心听闻 少年的眼睛 渐渐变得明亮 身在找谈的孤兽 终于要在今天 被阳光拯救了吗 等最后一个音节落下 凯特勒已经哽咽了 艾琳的泪花 也在眼眶里打转 看见那暴坐一团的兄妹 西维亚 默默为大哥点了个赞 丹尼尔终于想清楚了 真是可喜可贺 酒足饭饱后 他们踏上了归途 却遇到了久违出场的皇太子 这个怪人 连声招呼都不大 就把他拎上了屋顶 他心疼的抱住了胖胖的自己 您这是赤裸裸的绑架 你这不能说几句好话吗 比如 今晚的月色很美 或者见到我很高兴之类的 西维亚也不说话 就干瞪着他 黄太子也不好再自讨没趣了 毕竟他也是有正事的 你还记得切尔布男爵吗 女孩挠着头 想了半场 才恍然大悟 啊 那个炮灰啊 黄太子之所以火急火燎的赶来 是因为调查有了新进展 那位男爵 跟某位皇室高层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瓶毒药 更是涉及到了黑魔法 西维亚不禁暗叹倒霉 黑魔法可是传说级的存在 怎么偏偏让他遇到了 黄太子也隐隐察觉出了一丝不对劲 西维亚门清却不能说破 按照原作的剧情 五年后世人才会得知 这一切都是皇后布下的局 但他总感觉 切尔布男爵 针对自己并不是一个巧合 小姐能出席明天的出征仪式吗 西维亚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但某人偏偏就喜欢热脸贴冷屁股 那我可不可以拜托小姐最后一件事 丑女进亲手拆了妹妹的CP 这是一束光引发的爱慕之情 黄太子出征在即 想要问女孩要一方手帕 随身带着 这样他就能堵物私人了 一抹红韵悄悄爬上女孩的脸庞 很久之前 他就感觉到了黄太子的纠缠 就算再怎么拒绝 他都毫不退缩 难道 殿下 您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或者 是想让我帮您追求爱玲吗 在原主的记忆里 有很多人试图利用他接近妹妹 不过 这两个人在原作里可是订过婚的 就算不用他这块垫脚石 也能水到渠成吧 你听好了 我对你的妹妹没兴趣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你 他就像黑暗中的神奇 优雅高傲里透着忧郁 向月光下泛着银灰的糖纸 薄透的一抿就化 只要被那双眼睛锁定 就会连说什么都忘记了 情不知所起 一往情深 回忆着往昔的种种 黄太子也不清楚 这份情愫究竟是在何时种下的 初时只觉得这个女孩无法预测的性格很有意思 这些年她遇到了很多事 一直以为自己直到死去都只能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身处黑暗的我 爱慕之情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吧 女孩愁苦地看着手帕 虽然做好了 但不知该不该送给她 在西维亚的记忆里 黄太子带领的讨伐团会凯旋而归 但出现了她这个变数后 一切又重归于未知 唉 算了 还是送吧 如果因为没有给她手帕 导致她很失落 最后被魔物杀死的话 自己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刚找到完美的借口 贝尔就赶来通知她 一切准备妥当了 谢谢你了贝尔 也谢谢你能陪我一起入学 啊 小姐 这是我应该做的 从我服侍小姐的那一刻开始 就决定要跟随您一辈子了 脸红心跳地向贝尔道过泄后 西维亚挥手招来了管家 递给她一张纸条 拜托她按照这个地址 去找一个拉星的人 然后把手中的财团交付给她 为了找拉星花了不少时间 好吧 其实真正辛苦的是肯 管家俯身受命 下一瞬 她就将女孩揽进了怀里 请您原谅我的无礼吧 我甘愿受您的处罚 皇太子收了条手帕 就以为胜券在握 骑士此刻已直接偷家 不理会讶异的众人 女孩无脸就跑 像只蒸熟的螃蟹 又红又冒着热气 她想不明白 跟小奶猫的关系 怎么就猪突猛进了 一小时前 她辞别了老妈子一样的管家 就跑去找泰伯了 一打开门 就目睹了香艳的一幕 我什么都没看到 甭管信不信 小日子都得照常过下去 更何况她这次来 可不单单是为了解锁 正确的无眼方式 泰伯 我上次给你的剑还在吗 小奶猫钻到床底下 翻找了好一会儿 才把剑捧了出来 看着满脸疑惑的女孩 她有点难为情 这都是流浪时养成的习惯 街头常常有人抢东西 所以她会把重要的东西 都藏起来 小姐送的每一样东西 她都真藏起来了 女孩嘻嘻一笑 又捧出来一柄大宝剑 跟泰伯手里的剑 晃在一起 发出了刺耳的嗡鸣声 荧光一闪 两把剑的外形都变了 看来确实是雌雄双剑无误了 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 泰伯 你现在会用魔法了吗 嗯 我想努力成为配得上您的人 西维亚喊累的给她点了两个赞 她本想让泰伯陪她入学的 但现在开始犹豫了 俗话说的好啊 你看西维亚一百遍 她也不会是你的 但你要是把知识点看一百遍 她就会陪你一辈子 不能因为一己私欲 耽误泰伯学习啊 她刚狠心说出自己的决定 小奶猫的眼泪 就哒巴哒巴的掉下来了 西维亚小姐 求您不要抛弃我 虽然我现在一文不值 但我会努力的 求您不要抛弃我 还没等绝望将她彻底抹杀 西维亚的声音就像利剑一样 生生砍断了所有的荆棘 胡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会抛弃你 这是你的家 女孩轻柔的为她逝去泪花 终于妥协了 算了 两个人一块学习也是个伴 还能互相考考知识点啥的 小奶猫绝地的泪终于止住了 她一把拉住了女孩的手 只要能在您身边 让我做什么都行 上刀山下火海 我也在所不辞 话音刚落 一帮仓老爷们就涌了进来 招呼泰伯去吃烤乳猪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就不支持我一下 真不乖啊